万古大帝 作者 沐宇神天 内容简介 吞天至尊灵霄 战神大陆十大封号至尊之手 触摸到神灵之境的绝世强者 却因好友陷害而死 重生于万年后一个平凡少年的身上 全出乾坤洞 念动心和灭 一代至尊 荣耀归来 从此踏上了一条横扫各路天才的无敌之路 第一卷至尊重生 第一章一万年后 我是谁 我是大荒谷国阵妖王之子灵霄 不对 我是吞天至尊灵霄 一阵潮水般的记忆涌来 躺在床上的少年猛然睁开了双眼 那双眼睛明亮 璀璨 沧桑 仿佛经历了无尽的岁月洗礼 但却又散发着一股悲逆天下的气势 我竟然重生了 现在是 一万年之后 少年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 确切地说 少年体内的灵魂已经消散了 肉身被来自一万年之前 微震八荒六合的吞天至尊 至尊灵霄所占据 真龙 你恐怕没有想到我还活着吧 我相信你还没有死 亡我把你当兄弟 为了赤龙战神的神格 你竟然偷袭我 这笔账早晚我要和你算清楚 少年的眼神中露出了滔天的愤怒之色 吞天至尊灵霄 战神大陆一万年前的第一天才 十大封号至尊之首 以百年的时间就突破到了至尊之境 并且丹气震三绝 曾经以至尊的修为 炼至出神丹和神气的人 被誉为神一般的男人 但最后 他却死在了好友真龙至尊的手中 真龙至尊 十大封号至尊排名第二 也是灵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当时两人都已经修炼到了至尊大圆满之境 都在寻找机缘 突破那无上神境 至尊兽万载而不灭 但传说之中的神灵 却是不死不灭 与天同兽 灵霄和真龙至尊无意中发现了赤龙战神的传承之地 更是在其中找到了一颗赤龙战神的神格 神格 乃是神境强者一身的精华所化 蕴藏着神境强者所有的法则感悟 只要能融合神格 就能够一举突破到无上神境 就在灵霄和真龙至尊历经重重磨难 终于来到最终的传承之地时 真龙至尊却在灵霄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他 夺走了赤龙战神的神格 灵霄重伤垂死之际 引爆了至尊区 想与真龙同归于尽 但没想到他竟然重生在了一万年之后 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少年身上 真龙 我相信你没有死 你所修炼的祖龙秘书 诸天炼体第一 怎么可能轻易会死 等着我 等我亲自来杀你 灵霄从床上坐了起来 眼神中的愤怒缓缓收敛 到最后变得无比平静和深邃 一万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 物是人非 就算是至尊强者 也敌不过时间的侵蚀 景色 你突破到神境了吗 灵霄的眼神中露出了浓浓的思念之色 他口中的景色 乃是长生至尊 十大封号至尊之中唯一的女子 一万年前和灵霄互许终身 约定等到突破神境后 就结为道旅 但谁曾想会出现这么大的变故 若是景色没有突破到神境 任他风华绝代 如今恐怕也是红颜枯骨 化为一撮黄土了吧 但灵霄心中图有一种期待 期待着景色能够突破神境 期待着一万年后的再次相见 景色 今生我一定会找到你 就算踏破轮回 逆转诸天 我也要找到你 灵霄站了起来 心中暗暗地说道 这具身体竟然如此脆弱 灵霄的眉头一皱 一股虚弱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才发现这具身体的修为 竟然才是开脉进一众的修为 只贯通了三条经脉 大荒谷国阵妖王之子 竟然混得如此凄惨 为了区区一个女子气的吐血身亡 灵霄搜索了脑海中有限的记忆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冷芒 这具身体的主人灵霄 乃是大荒谷国阵妖王之子 如今十五岁 三年前被送到长生门修炼 三年过去了 吞服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如今也只是开脉进一众的修为 在长生门之中 他是有名的大废物 经常受到其他弟子的嘲讽排挤甚至打压 就在上个月 家族还送来了一颗珍贵的洗髓丹 想让他洗金发髓 重塑肉身 但灵霄却被宗门的一个女弟子柳依依迷的神魂颠倒 不但将洗髓丹送给了柳依依 还将自己的所有积蓄都给了他 灵霄满心欢喜地以为柳依依会和他结为道旅 没想到拿到洗髓丹后的柳依依翻脸不认人 转身投到了林坤的怀抱 林坤是林家的一位长老之子 同样在长生门修炼 不同的是林坤天赋不凡 如今已经突破了开脉镜 达到了真气镜 更是被内门的一个长老看重 收尾了寄名弟子 柳依依和林坤勾搭成奸 更是破口大骂林霄是废物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是没有人要的杂种 结果年轻气盛的林霄去找林坤理论 反而被暴打了一顿 回来救气的吐血身亡了 虽然前一世你活得很过呢 不过你放心 既然占了你的肉身 那你的仇就由我来为你报 林霄自言自语地说道 眼神中闪过一丝冷芒 饶是以他万年锤炼的心境 柳依依和林坤这对狗男女 还是让他心中生出了杀鸡 恩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的骚乱声 顿时让林霄的眉头皱了起来 少爷正在休息 不准你们进去 都给我走开 一个少女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丝愤怒的波动 嘿嘿 雪围 林霄那的废物已经死了 林坤少爷让我们来将他的尸体烧了 骨灰带回镇妖王府 以跟着这个废物有什么前途 以后就跟着我啊 只要你伺候的舒服 保管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一个猥琐的笑声传来 甚至带着几分银鞋之色 滚开 不要碰我 呜呜 你们都是坏人 雪围的声音带着哭腔 并且挣扎了起来 哄 就在此时 房门轰然一声被破开 林霄从房间之中走了出来 冷漠的目光落在了外面两人身上 放开她 林霄淡淡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房间外面 一个身穿白裙的少女 容颜绝美 身段高挑 此刻脸上满是愤怒的泪水 正是林霄的侍女雪围 雪围此刻被一个二十来岁的蓝衣青年抓着 正在剧烈挣扎 你 你 你竟然没有死 蓝衣青年惊呼了一声 一副见鬼了的样子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第二章吞天秘术 少爷 你醒了 我就知道少爷福大命大 肯定不会有事的 雪围惊呼了一声 眼神中满是无比喜悦的神色 雪围 不要怕 谁敢动你 我就杀谁 林霄的眼神微微柔和了一点 整个长生门举时皆敌 她的前身受尽了羞辱和打压 但这个瘦小的身影却一直不离不弃 恩 雪围的大眼睛十分清澈 她擦了擦泪水 顿时破涕微笑 听到林霄这霸气无比的话 蓝衣青年的眼神一僵 随即她就暗自唾骂了一声 自己怎么能被这么一个废物吓到 就算她没死又如何 得罪了林坤少爷 早晚都要死 林霄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命大 被林坤少爷打成那样都还没死 不过废物就是废物 还敢对柳师姐痴心妄想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蓝衣青年阴阳怪气地笑道 林霄只是开脉镜一种的修为 而她已经贯穿了二十四条经脉 达到了开脉镜六种 平日里一直唯唯诺诺的林霄 今天竟然如此霸气 让她心中十分不爽 林霄的眼神一闪 冷声道 我今天不想杀人 放下雪维 自己长嘴二十 我留你一命 哈哈哈哈 林霄 你今天没有吃错药吧 还长嘴二十 留我一命 以区区开脉镜一种的修为 也敢放此狂言 我就不放雪维 你能怎么样 我不但不放她 我还要摸她 然后带回去好好地调教 蓝衣青年猖狂地大笑道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银邪之色 伸手朝着雪维那饱满的胸部抓去 比找死 林霄眼神中寒芒一闪 整个人瞬间就冻了 蓝衣少年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林霄 也让她心中生出了无比浓烈的杀鸡 轰 只见林霄脚下一点 整个人若猎豹一般掠出 目光冰冷如铁 仿佛看着一个死人 然后一拳轰出 简简单单的一拳 却让蓝衣青年忽然面色大变 从这一拳当中 她感觉到了一股无法匹敌的拳意 让她仿佛置身在无尽的大海之中 周围全是无尽的浪潮 仓促间 蓝衣青年轰出一拳 咔嚓 两拳相交 蓝衣青年的手臂猛然一震 发出了一声脆响 直接骨折 什么 蓝衣青年大惊失色 林霄不过区区开脉进一众的修为 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林霄一拳轰出之后 并没有后退 反而一把抓住了蓝衣青年的手臂 猛然一拧 扑 却光闪烁中 蓝衣青年的手臂静硬生生的被林霄拧断 啊啊啊 我的手 蓝衣青年惨豪连连 捂着自己喷血的手臂 看向林霄的眼神中满是惊恐之色 他比林霄整整高了五重境界 但在林霄的手中却一个回合都没走过 这个废物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恐怖了 蓝衣青年的心中生出了一股后悔之意 后悔自己为何要招惹这个煞心 蓝衣青年那凄惨的形象 让侍女雪伟也是吓得惊呼了一声 小脸苍白 连忙趁机跑到了林霄的身后 不要 不要杀我 看着林霄朝着自己走来 蓝衣青年的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求饶之色 竟然扑通一声朝着林霄跪了下来 回去告诉林坤和柳依依那对狗男女 我会亲自去找他们算账 林霄冰冷的目光在蓝衣青年身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淡淡地说道 是是是 我一定转告 蓝衣青年如蒙大蛇地朝着林霄磕了几个头 抱着自己的断臂转身飞奔而去 少爷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 却为的眼睛里满是惊喜之色 甚至带着一丝崇拜的光芒 雪维感觉到 自家少爷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 细致和性情大变 但是这样的少爷 却让雪维感觉到好温暖 林霄微微一笑 宠溺地揉了揉雪维的小脑袋 道 雪维 我们还有多少零食 雪维歪着小脑袋 想了想说道 少爷 我们的一些天才地宝和珍贵灵丹 都被你送出去了 但是零食还有不少 大概还有一万多块中品零食 还有这么多 林霄微微一争 他也就是随口一问 但是没有想到林霄竟然这么有钱 欢有如此多的零食 少爷 以前你的零食更多 你可是堂堂镇妖王之子 每个月的资源都有专人从王都送来 不过这几个月却是越来越少 就像是这个月 竟然什么都没有送来 雪维有些骄傲地说道 但是到最后声音就有些小了起来 他偷偷看了林霄一眼 发现少爷神色如常 并没有动物 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资源越来越少了嘛 看来都被家族里的那些老东西克扣了吧 林霄心中冷笑了一声 雪维 把零食都拿来 然后你在房间外围我护法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林霄缓缓说道 赤 少爷 雪维兴奋地说道 他也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 性格十分开朗憨厚 刚刚的惊吓和不愉快仿佛都忘记了 开始兴冲冲地按照少爷的要求 把零食放进了房间内 一万多块中品零食堆在地上像座小山 林霄走进房间 直接盘坐在了零食堆上 想要找真龙至尊报仇 想要找到景色 必须要迅速地提升修为 一万年前我能够在百年内突破到至尊之境 这一世必定能够用更短的时间重返至尊之境 林霄的眼神中露出了强大的自信之色 吞天秘术 给我吞 林霄的脑海中 浮现了一篇神秘的经文 在他缓缓地催动下 零食堆之中蕴藏的磅驳灵气 竟然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着他浑身似之白还用来 通龙 林霄整个人仿佛化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无穷无尽的灵气朝着他浑身涌来 让他整个人都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吞天秘术 乃是一万年前林霄在一处上古遗迹之中得到的无上功法 修炼到极处 甚至能够吞天势地 恐怖无匹 林霄的吞天至尊之名 就是因为吞天秘术 不过前一世 林霄得到吞天秘术是在他突破到王侯境的时候 而如今 林霄甚至有信心在五十年内 重返至尊境 第三章两座至尊相 五道共有九大境界 开脉境 真气境 化灵境 龙虎境 宗师境 天人境 王侯境 皇者境 至尊境 每个大境界都分为九重 九九归一 就能够突破人道绝颠 成就那传说之中的无上神境 林霄前世就是至尊境九重的绝世强者 十大封号至尊之首 号称吞天至尊 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就是因为吞天秘术 传说 天地间总共有108道秘术 蕴藏着天地众生之秘 每一种秘术都是天道法则所化 神秘而强大 吞天秘术在108道秘术之中 排名第十二 吞天秘术无比神秘 在灵霄的心中 甚至超过了那些至尊级的功法 就算是一万年前 他也没有修炼到圆满之境 如今 在一次运转吞天秘术 自然是得心应手 一万多块灵石化成了一片赤裂的灵石风暴 瞬间将灵霄笼罩了起来 这句肉身也太脆弱了 天生经脉淤色 怪不得服用了那么多灵丹妙药 还是开卖静一众的修为 果然是无比的废柴 不过 有吞天秘术在 就算是废柴也不算什么 灵霄的眼神中金芒一闪 滚滚的灵气朝着他浑身涌来 但是一进入灵霄的体内 就变得无比顺服 显示出了灵霄高超的控制力 那些灵气一缕缕分化开来 朝着灵霄体内淤色的经脉发动了冲击 通隆隆 仿佛闷雷一般的声响在灵霄的体内炸开 在如此狂暴的灵气冲击下 他体内的经脉豁然冻开 第四条经脉 第五条经脉 第六条经脉 第十一条经脉 第十二条经脉 开脉镜九重 每开闭四条经脉为一众 当浑身三十六条经脉被贯通 真气游走周天 就能够突破到真气镜 灵霄原本只是开脉镜一众的修为 开闭了三条经脉 但是在吞天秘术的作用下 一条条经脉被开闭出来 他身上的气息也逐渐增强 轰 当第十五条经脉开闭出来之后 灵霄的修为已稳稳地停在了开脉镜四重 此刻 所有的灵石能量全部耗尽 化为了一片粉末 这具肉身还真够废物的 一万多中品灵石 已经足够普通人突破到真气镜了 灵霄苦笑了一声道 显然是对这次的修炼有些不满意 不过若是被别人看到灵霄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只怕会直接被吓死 片刻间就开闭了十二条经脉 这种修炼速度简直逆天 别人开闭一条经脉都是小心翼翼 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够开闭一条经脉 但在灵霄这里 突破比喝水还要简单 呼 灵霄站了起来 一股恶臭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灵霄的身上已经沾染了一层黑色的角质层 全是体内排出来的毒素 灵霄跳尽早就准备好的浴桶内 将浑身清洗干净 这才神清气爽地拿了一身新衣服换上 只呀 房门被推开 一身黑衣 身材修长的灵霄走了出来 雪围 我出去随便走走 灵霄交代了一下雪围 就朝着远处走去 灵霄和雪围住在一片山谷之中 乃是长生门外门弟子的居所 而内门弟子真传弟子以及诸位长老 都住在眼前这座高耸入云的长生山之上 灵霄沿着长生山的山道射击而上 看着四周飘渺的云雾和苍翠的山脉 心中颇有些物是人非的感慨 一万年了 没想到长生门还在 而且还没落到了这种地步 灵霄心中暗暗想到 长生门是长生至尊景色所在的宗门 一万年前乃是战神大陆上最强大的武道圣地之一 宗内强者云集 就连至尊敬的爵士强者都有很多 而如今的长生门 大猫小猫两三只 已经变成了三流宗门 归缩在这长生山之上 就连修为最高的宗主南宫轩 也不过是宗师敬的修为 一万年前 灵霄虽然是天下第一人 但却是孤家寡人 没有开创什么宗门 却在长生门之中下了不少心思 为长生门培养了不少强者 只是 一万年过去了 那些人都应该过去了吧 就连至尊都活不过一万岁 任你风华绝代 又怎能敌得过岁月 灵霄心中有些黯然 没多久就走到了山顶的一处广场之上 这处广场乃是长生门的标志 平日里举办弟子之间的会晤 祭拜祖师都会在这里举办大典 此刻 广场之上只有灵星的几个弟子 并没有人注意到灵霄 那时 灵霄的目光一闪 瞬间就看到了在广场中央屹立的两尊石像 第一个石像 是一个身穿红裙的女子 容颜清丽 爵士清诚 手持一柄骨剑 散发着一股冲霄的剑意锋芒 整个人超凡脱俗 宛如九天之上的神女 第二个石像 则是一个身材高大 身穿黑衣的男子 眉如神剑 目入朗星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逼逆天下的气势 他覆手而立 目视苍穹 眼神无比的深邃 长生至尊 吞天至尊 看到石像上面的刻字 灵霄的眼神中露出了无尽的怀念之色 第一个石像是锦瑟 第二个石像是他自己 没有想到一万年过去了 他竟然还看到了曾经熟悉的东西 长生剑意的气息 锦瑟 这两座石像都是你留下来的吧 灵霄心中黯然 走了过去 摸了摸锦瑟的石像 触手温润如玉 心中是无尽的苦涩 这两座石像之中的长生剑意 智大智醇 生生不息 蕴藏着一股飘渺神秘 笼罩天地苍生的意韵 普天之下能够有如此精纯的长生剑意 而且还能够绵延万载的 只有景色一人 灵霄的眼神中闪过两道光芒 瞬间就融入到了两座石像之中 灵霄 你竟然敢谢独祖是神像 这下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 就在此时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灵霄转过头来 两道人隐隐入眼帘 一个身穿轻衣 身材修长的俊朗青年 正搂着一个身材高挑 面容妩媚的女子 朝着灵霄走了过来 眼神中满是冰冷的神色 灵霄的目光一闪 顿时就认出了两人 正是灵霄和柳依依 第四章暴打狗男女 蓝依青年冯磊是灵霄的狗腿子 他回去禀报了灵霄之后 灵霄又惊又怒 震惊的是灵霄区区开脉进一众 竟然能够战胜开脉进六众的冯磊 愤怒的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灵霄 现在竟然敢反抗 所以灵坤怒气冲冲地带着柳依依 就要来找灵霄算账 却没想到在长生广场上见到了灵霄 灵坤 柳依依 灵霄的眼神中冷盲一闪 他感觉到肉身之中仿佛有一股怨气正升腾而起 你放心 既然占了你的肉身 这两个狗男女就由我来替你收拾 灵霄心中暗暗说道 怎么 我的好堂弟不认识我了 没想到你的胆子竟然如此之大 残害同门师兄 现在又敢谢独祖师神像 简直是罪无可恕 作为执法堂的弟子 我要将你废除修为 逐出宗门 你可服气 灵坤淡漠地说道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隐晦的杀机 灵霄痴笑了一声 眼睛里闪出了一丝嘲讽之色 想要杀我就直说 何必如此冠冕堂皇 我倒是不知道你还有捡人破鞋的习惯 我不要的女人 你却还是若珍宝 你的品味还真独特 灵坤的面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很好 灵霄 你成功地激怒了我 原本我不想杀你 但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一股强大的真气波动 从灵坤的身上弥漫开来 她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真气静一重 而灵坤身边的柳依依 原本正等着看灵霄的笑话 却没想到灵霄竟然连她也骂进去了 顿时面色一白 声音尖利地大喊了起来 你这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说我 若不是为了你手中的洗髓丹 你当老娘会看上你 连父母都没有的小畜生 还真当自己是小王爷了 这里是长生门 不是镇妖王府 灵坤哥杀了他 灵霄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否则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灵坤迈步向前 面色有些猙獰了起来 狗男女 灵霄微微一笑 口中吐出了三个字 瞬间就让灵坤和柳依依暴跳如雷了起来 去死 灵坤再也忍不住了 眼神中杀鸡赤裂 身形快如闪电 一拳朝着灵霄轰来 长生拳法 这是长生门的基础拳法 施展起来古仆大器 潇洒如行云流水 蕴藏着一股生生不息的意境 乃是黄级上品武学 武学分为 黄级 玄级 地级 天级 至尊级和神级 每一级又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和绝品 灵坤施展的长生拳法 虎虎生风 气势磅驳 看起来无比的刚猛 长生拳法可不是你这么用的 灵霄冷笑了一声 同样是一拳轰了出来 灵霄这一拳看起来速度并不快 甚至有些随意出手的感觉 但却别有一种潇洒的意境 浑然天成 哼 两拳相撞 灵霄和灵坤都是同时后退了几步 竟然是平分秋色 怎么可能 灵坤的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灵霄的修为突破到了开脉镜四中 但和他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一拳竟然和他战成了平手 而且 灵坤从灵霄施展的长生拳法中 感觉到了一股生生不息的意境 让他都有些心惊胆战 不可能 这个小出生只是误打误撞而已 灵坤目光阴沉 心中的杀鸡更加的浓烈 再一次朝着灵霄冲来 破绽摆出 灵霄摇了摇头 脚下一步迈出 妙道豪颠地闪过了灵坤的这一拳 然后反手一巴掌甩了出去 啪 清脆的声音响起 灵坤竟然直接被灵霄一巴掌打得原地转了几圈 半边脸都肿胀了起来 那是 大废物灵霄 他竟然甩了灵坤一个巴掌 真是好胆量 灵霄和灵坤之间的战斗 瞬间就吸引了一些长生门的弟子 当他们围上来 看到战斗的两个人 脸上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什么时候大废物灵霄变得这么厉害了 灵坤可是真气静一重的修为 竟然不是他的对手 大废物灵霄肯定打不过灵坤师兄 灵师兄可是已经被邓长老收位了记名弟子 如今已经是内门的师兄了 不过大废物灵霄可是镇妖王之子 我看灵坤是让他打着玩的 一旁的长生门弟子一轮纷纷 打着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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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字传入灵坤的耳朵里 让他的一口老血差点没有喷出来 灵坤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 一股无比强烈的屈辱感涌上心头 他怒好了一声 灵霄 我要让你死 正 灵坤一手拔出了身后的青色长剑 浑身磅薄的真气灌住其中 长剑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一剑朝着灵霄劈了下来 太慢了 灵霄副手而立 依旧是脚下一步迈出 灵坤就劈在了空气中 刷刷刷 灵坤迅速地出剑 还忙划过虚空 留下道道残影 但是灵霄依旧是一副随意的样子 仅仅是脚下几波迈出 就完全躲过了灵坤的长剑 然后又是一巴掌甩了出来 啪 灵坤的另外半边脸也肿了起来 一股鲜血混合着牙齿喷出 他直接被灵霄扇飞了十几丈 狠狠地砸在了广场上 刚刚灵霄施展的 莫非是长生步伐 但是长生步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长生门的弟子眼神中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 灵坤的长生剑法 竟然连灵霄的衣服都碰不到 这种步伐简直是神乎其神 应该就是长生步伐 一个内门弟子神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长生剑法 长生拳法 长生步伐虽然都只是长生门的筑基武学 只是皇级上品 但却是长生至尊祖师留下来的 若是能够三物出一境 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 我曾经看过宗主施展长生步伐 几十个弟子同时围攻 但根本触碰不到宗主的衣服 怎么可能 大废物灵霄怎么能将长生步伐修炼到如今地步 众多弟子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场战斗看起来应该不是闹着玩 那个内门弟子贪了贪手 苦笑道 灵霄 你要干什么 柳依依忽然惊叫了一声 看着朝他走来的灵霄 眼神中有些惊慌失措 第五章执法堂 虽然我不喜欢打女人 但是你例外 灵霄一步步朝着柳依依走来 神色无比的淡漠 你 你去死吧 柳依依的手中出现了一柄锋利的匕首 他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朝着灵霄的胸膛狠狠刺去 虽然柳依依也是真气静依重的修为 但是面对此刻的灵霄 他的心中却充满了恐惧 啪 灵霄依旧是侧身一步迈出 匕首落空 然后一巴掌甩在了柳依依的脸上 柳依依血白的翘脸瞬间就肿了起来 口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惊叫着狠狠地砸落在地上 依依一起上 杀了他 林昆和柳依依都快要疯了 盯着灵霄的眼神中满是怨毒之色 这种屈辱让他们想要发狂 此刻 只有杀了灵霄 才能够洗刷这种耻辱 刷刷刷 林昆和柳依依都是持剑朝着灵霄披来 剑盲笼罩虚空 但却根本沾不到灵霄的衣角 纷纷落空 啪啪 又是两巴掌甩了出来 林昆和柳依依的脸越发的肿胀了起来 口中鲜血喷出 披头散发 看起来无比的凄惨 最解气的不是打败你的敌人 而是羞辱他 打击他 蹂躏他 让他的心中永远笼罩着你的阴影 将林昆和柳依依抱揍了一顿之后 灵霄感觉到肉身之中的怨气完全消散了 而自己的灵魂也和肉身 彻底地融为一体 完美无瑕 助手 就在灵霄暴打林昆和柳依依的时候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从远处走来了十几个身穿黑衣的长生门弟子 他们一个个气息强大 面容冷峻 浑身弥漫着强大的真气波动 竟然全都是真气静的强者 为首的一个青年 面容英俊 身材修长 身被一柄骨剑 看到灵霄正在暴打林昆和柳依依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冷芒 灵霄 你残害同门师兄师姐 出手狠辣无情 按照宗门戒律 废除修为 逐出宗门 英俊青年是执法堂弟子陈锋 朝着灵霄暴喝了一声 周围的长生门弟子 看到执法堂的人出现 眼神中都露出了敬畏之色 执法堂弟子在他们心中那可都是噩梦般的存在 平日里谁若是落在执法堂手中 不死也要脱层皮 他们看向灵霄的眼神中 都露出了同情之色 这下 灵霄要完了 啪 一声清脆的声响 林昆和柳依依直接被灵霄一巴掌拍到了陈锋的面前 只是 此刻两人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头肿得像猪头一样 满口牙齿都被打碎了 口中咳血连连 披头散发 十分的凄才 你是什么东西 灵霄挟了陈锋一眼 十分随意地说道 放肆 众多执法堂的弟子都是大喝了一声 而陈锋的眼神也是阴沉了下来 感觉到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 陈师 凶 杀了他 杀了他 他亵渎 祖师神像 林昆一脸怨毒地指着灵霄 口齿不轻地说道 我是执法堂弟子陈锋 你亵渎祖师神像 当诸 陈锋冷声道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朝着灵霄压迫而来 在他看来 林昭不过是开脉镜四重 而他已经是真气镜六重 虽然不知道林昭使用了什么手段 将林昆和柳依依打了一顿 但是陈锋有信心能够将林昭制服 当诸 你是什么东西 他们两人联手想要杀我 我只是反击罢了 但你却不问缘由 不便是非就要治我的罪 怪不得长生们每况愈下 有你们这群不知是非 只知道我里横的东西 长生们能变得强大才怪 我看这所谓的执法堂 不要也罢 林昭冷笑一声 指示着陈锋道 而陈锋散发出来的气息 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林昭完了 他竟然敢骂执法堂 这下陈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林昭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邪门 暴揍了林昆和柳依依一顿 但是陈锋可不是他们两个废物能比的 没错 林昭竟然还敢亵渎祖师神像 这下执法堂更有理由杀他了 一些弟子都是有些惯惜地说道 很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代表宗门杀了你这个祸害 陈锋怒急而笑 身后的鼓剑出鞘 散发出一股赤烈的青色光芒 灵光逼人 这是 灵气清风剑 完了完了 就算灵霄的长生步伐修炼的再厉害 这下也必死无疑了 众多弟子神色一惊 看到陈锋手上的清风剑 都是露出了羡慕之色 汉海剑爵 陈锋低喝了一声 浑身真气滚滚涌来 脚下一点整个人腾空而起 一剑朝着灵霄披落下来 全集夏平武学汉海剑爵 取自大海无量的剑意 一剑即出 剑芒铺天盖地落海浪一般 让人无处躲闪 之前陈锋也看出了灵霄长生步伐的诡异 因此施展出了汉海剑爵 轰 去空之上剑芒闪烁 化成了无数道残影 真气磅驳而出 将灵霄周身之处全都笼罩了起来 汉海剑爵嘛 可惜你修炼得还不到家 灵霄抬头 眼神中露出了沧桑之色 周身有一股逼逆天下的气势散发出来 眼看着灵霄就要被曝天盖地的剑芒淹没 只见灵霄脚下一点 腾身而起 然后一直点在了虚空中的某处 那正是汉海剑爵的破绽所在 犹如蛇之七寸 争 漫天的剑芒在这一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而灵霄那神来一指竟然直接点在了清风剑之上 清风剑直接脱手而飞 伴随着陈锋脸上难以置信的神色 灵霄一拳轰在了他的脸上 砰 砰 砰 灵霄左一拳 右一拳 若鱼点一般迅速地砸在了陈锋的身上 并且有一股静力震出 直接将陈锋浑身真气的节点震散开来 让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没过多久 陈锋就被打得像猪头一样 天哪 这是长生拳法 长生拳法什么时候竟然这么厉害 连汉海剑爵都不是对手 莫非以前的大飞物灵霄都是装出来的 连真气静六中的陈锋师兄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该有多妖孽 众多弟子的眼神中全都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 原本以为灵霄必死无疑 谁曾想会出现如此结果 众多执法堂的弟子 在经历了片刻的震惊后 也是反映了过来 一个个眼神中都是露出了无比愤怒的神色 兄弟们 一起上 杀了这个小畜生 十几个执法堂的弟子 纷纷朝着灵霄扑了过来 一个人是废物 一群人也是废物 灵霄冷冷一笑 脚下一步迈出 施展出长生步伐和长生拳法 整个人潇洒血液 出手如行云流水 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没过多久 一群执法堂的弟子也被打成了猪头 第六章清理门户 放肆 一道雷霆般的声音在虚空中眨响 震得众人都是耳膜生疼 从远处走来了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年 他一身黑衣 袖口用金线袖着三枚金色的小剑 面容英俊 但眼神中却满是冰冷的寒意 他脉搏而来 龙形虎步 自有一种棒薄的气势散发开来 让众人都是感觉到唯唯有些窒息 三枚金剑 这是真传弟子的标志 我想起来了 他是执法堂的新晋真传弟子 邓雅玲邓师兄 有人惊呼了一声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敬畏之色 邓师兄年仅17岁 就已经突破道化林晋 晋升为真传弟子 这种恐怖的天赋在走门内 仅次于南宫师姐 好厉害呀 这下灵霄死定了 就算他再厉害 也不是邓师兄的对手 真气静和化林静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灵霄的神色各异 有嘲讽 有同情 有淡漠 但无一例外 都认为灵霄不是邓雅玲的对手 李氏在说我 灵霄的眉毛一条 目光落在了邓雅玲的身上 带着几分审视的味道 十七岁的化林静强者 天赋确实还算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罢了 前世的灵霄见过的天才不计其措 有些强大的种族一生下来就是宗师静 十几岁就达到了王后静 邓雅玲的目光瞬间就有些阴沉了起来 他是长生文最璀璨的天才之一 自小就生活在众人崇敬的目光之中 而灵霄这种随意的态度 让他心中顿时有些不爽了起来 李一个低贱的杂役弟子 竟然敢跑到长生山上来 还打伤了执法堂的师兄 真是好大的狗胆 跪下来磕头认罪 否则我今天就弄死你 邓雅玲的声音有些森然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灵霄 目光冷漠 长生文之中 开麦境七重以下都是杂役弟子 开麦境七重以上就能晋升为外门弟子 而长生文最脏最累的任务 几乎都是由杂役弟子和外门弟子完成 他们的地位也是最低的 没有资格住在长生山上 只能住在外面的山谷里 一旦突破到真气境 就能够晋升为内门弟子 地位大大提高 有资格修炼强大的武技功法 能够定期领取宗门资源 而突破到化灵境 就是真传弟子 在整个长生门都能享受到无比尊荣的地位 仅次于长老和宗主 毕竟 整个长生门几千弟子之中 真传弟子也只有寥寥几十人罢了 凌霄明明只是开麦境四重的修为 但是却能够打败真气境六重的尘锋 横跨十几个小境界 这种天赋已经不能用强大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妖孽 而以前的凌霄 只是个开麦境一重的废物 如今却一鸣惊人 让人不得不怀疑 所以邓雅玲就以为 凌霄必定是得到了什么至宝 才让他有如此惊人的变化 只要杀了他 那件至宝就会落在我的手中 到时候就算是超越南宫秦 和大荒谷谷的那些天才争锋都不是男士 我一定要得到 邓雅玲看向凌霄的目光中 有着一丝隐晦的杀鸡和贪婪之色闪过 让我跪下 凌霄的双眼围眯了起来 不错 若是你跪下磕头认罪 我可以只废了你的修为 留你一命 邓雅玲俱奥地说道 但是内心却在期待凌霄反抗 那样他就有理由出手将其击毙 哈哈哈哈 凌霄忽然大笑了一声 一股浩荡之气从他身上泥漫而出 片刻后他的笑声一顿 锋利如刀的目光落在了邓雅玲的身上 这天地之间 谁敢让我跪下磕头 就算是老天也没有资格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磕头认罪 凌霄的声音洪亮无比 脸上满是狂放不羁的神色 好 很好 邓雅玲怒急而笑 道 你打伤同门师兄 藐视宗门戒律 似你这等无法无天的处生 未来必定是宗门大患 今天我以执法堂真传弟子的名义 宣判你死刑 你可服气 邓雅玲的心中虽然愤怒 却更加坚定了灭杀凌霄的决心 邓师兄 杀了他 邓师兄 这个小出生必定是修炼了魔道邪功 说不定就是其他宗门的奸细 弄死他 陈锋和林坤等人都是一脸怨毒地看着灵霄说道 灵霄冷冷一笑道 万年之前 长生门是何等荣耀 就算是哪些盖世至尊在长生门面前都要俯首 如今的长生门如此视为 你们这些不知进取的东西就知道屋里横 欺压同门 打压一己 长生门想要崛起 必须要拔除你们这群毒瘤 今天我就代表长生门清理门户 杀了你们这群砸碎 执法堂的人一而再 再而三地招惹林霄 而且如此嚣张跋扈 不便是非 林霄心中也是生出了一股悲哀和愤怒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哄 一股浩荡如天穷的气息 从林霄的身上弥漫而出 他黑发飞扬 眸光璀璨 整个人宛如一尊少年至尊 散发出宛如日月一般赤裂的光芒 让人难以逼世 砰 砰 砰 林霄一步步而来 每一步都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 仿佛让天地都跟随着他一起震动了起来 那股棒驳的气势朝着邓雅林压迫而来 顿时让他面色猛然一白 这股气势 这种威严 就算是他在宗主南宫轩的身上也没有感受到过 林霄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气势 必定是那剑至宝的力量 邓雅林眼神中杀鸡赤裂 并且涌动着贪婪之色 他大好了一声道 你一个蝼蚁般的杂役弟子 也敢妄言清理门户 给我去死 杀意毫不掩饰地倾泻而出 邓雅林瞬间就出手了 轰 只见他一拳轰出 周深浩荡的先天真气鼓荡 空气都像是被压缩了一样 然后虚空中形成了一道杖雪的金色拳印 朝着林霄狠狠镇压下来 小金刚拳 玄疾上品武学 化灵境 真气衍生灵性 可以幻化世间万物 邓雅林使出的小金刚拳 智阳智刚 全是雄魂 一出手就笼罩了林霄周围方圆石杖之地 显然 邓雅林也是知道林霄的长生步伐诡异 根本不给他闪避的机会 直接发动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想要一举灭杀林霄 第七张老天 劈死他 小金刚拳嘛 不过真正的小金刚拳 可不是你这么用的 林霄的眼神一闪 面对邓雅林的这一拳 脚下猛然一跺 一拳轰出 轰 拳道刚猛 磅驳无匹 竟然和邓雅林一样 使出了小金刚拳 而且 在林霄的拳头之上 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拳芒 林霄怎么会小金刚拳 小金刚拳 可是只有真传弟子才能修炼的武学 有人惊呼了一声 认出了林霄施展出来的武学 哼 就算他会小金刚拳又如何 楼椅般的修为 强行施展小金刚拳 也只能死在等师兄的手中 林坤愿毒地看了林霄一眼 脸上满是嫉妒之色 他突破到真气境 成为了那门弟子 都没有资格修炼小金刚拳 但是林霄竟然会 他心中怎能不愤怒和嫉妒 没错 林霄必死无疑 化林靳的强者 浑身尖弱金刚 强大无匹 林霄竟然不选择躲闪 而是直接迎接 这一下他不死也要重伤 有人摇了摇头 看向林霄的目光中满是同情之色 砰 两拳相交 磅驳的真气汹涌而来 众人想象中林霄直接被轰飞的景象 并没有出现 只见林霄的一拳 直接轰在了金色拳印之上 然后轰然一声 金色的拳印竟然直接解体了 威猛的一拳 竟然没有对林霄造成任何的伤害 破绽节点 这怎么可能 邓雅琳的眼神一阵 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很清楚 小金刚拳 他并没有完全修炼到家 其中仍然存在破绽 而林霄的那一拳 正好轰在了拳印的破绽节点之上 十分轻易地就瓦解了这恐怖的一拳 我说过了 小金刚拳已修炼地还不到家 林霄淡淡地看了邓雅琳一眼 我不相信 你刚刚只是碰巧罢了 给我去死 邓雅琳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了一种忌惮 但是杀了林霄的心越发地强烈了起来 轰 只见他横空而来 周身先天真气澎湃无匹 拳出如风 朝着林霄浑身笼罩了下来 嗖嗖嗖 林霄脚下长身步伐移动 邓雅琳大部分的出拳都落空了 但还是有一两拳让林霄臂无可避 只能接了下来 砰砰 林霄整个人倒飞了十几丈 才化解邓雅琳的全境 但手臂已然发麻了起来 这句肉身还是太弱了 林霄叹了一口气 邓雅琳选择这种野蛮的打法 纯粹以肉身之力取胜 而且化林静的强者 体内的先天真气能够演化一切 让林霄的长生步伐也是失去了作用 邓雅琳一急得手 眼神中的光芒越发的赤胜 自以为摸到了林霄的底细 攻击越发的凌厉了起来 小子 只要将你们身上的那件质宝交给我 我就饶你一命 否则你必死无疑 邓雅琳因侧侧的细微声音 传入到了林霄的耳朵之中 质宝 林霄唯唯一争 随即就露出了一丝嘲讽之色 她瞬间就明白了邓雅琳的意思 只怕是她今天如此惊人的表现 让邓雅琳目以为她是得到了什么质宝 不过林霄也没有去解释 冷冷一笑道 你也配 比找死 邓雅琳的眼神瞬间 就阴沉了下来 下手更加的狠辣了起来 瞬间就有几拳落到了林霄的身上 让林霄的嘴角都流出了一丝血迹 杀了她 杀了这个小畜生 邓师兄威武 邓师兄无敌 执法堂的一众弟子 包括林昆 陈锋等人看到林霄已经彻底落入了下风 都是大喊大叫了起来 有些人总是这么不知死活 林霄虽然面色有些苍白 但是眼神却无比的平静 看着邓雅琳就像是看死人一般 老天 我命令你将一道雷霆劈死他 林霄指着天空大喊了一声 邓雅琳唯唯一争 随即就大笑了起来 小畜生 你不会是得了失心疯了吧 莫非你以为你是老天的儿子不成 今天要死的是你 不是我 咔嚓 邓雅琳的话音刚落 就看到凭空一道紫色的雷霆落下 直接劈在了他的脑袋上 啊 邓雅琳惨毫了一声 顿时浑身抽搐着栽倒在地 卧槽 众人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大便一样 无比难看 心中都是冒出了同样一句话 原本众人正要出声嘲笑林霄 但没想到这青天白日里 真的有雷霆落下 而且正好批中了邓雅琳 这也太巧了吧 有人小生地说道 肯定是巧合 他林霄一个大废物 怎么可能召唤雷霆 有人不信 撇了撇嘴道 我要杀了你啊 小畜生 邓雅琳挣扎着站了起来 面色无比的猙獰 猛然朝着林霄扑了过来 老天 劈死他 林霄一指邓雅琳 咔嚓 顿时又有一道紫色的雷霆落下 将邓雅琳劈得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着栽倒在地 嘴里却是再也不敢骂林霄了 眼神中满是惊恐之色 如果说第一次出现的雷霆是巧合 那第二次呢 众人也都像是见鬼了一般看着林霄 四周一片鸦雀无声 再也没有任何人敢说三道四 他们生怕林霄召唤出一道雷霆 直接劈死他们 而此时 山顶一座古仆的大殿之中 一个浑身笼罩着乳白色光芒的中年道人 猛然睁开了眼睛 两道璀璨的神盲洞穿虚空 这是护宗大阵的波动 小林霄 你等着 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 我爷爷是执法长老 你死定了 这下谁都救不了你 躺在地上的邓雅玲 看向林霄的眼神中满是怨毒之色 林霄鞋瞟了一眼邓雅玲 口中又是吐出了一句 让他几乎要崩溃的话 老天 劈死他 咔嚓 紫色的雷霆在一次应声而落 将邓雅玲劈得浑身浇黑一片 劈头散发 狼狈无比 气息都变得无比拴弱了起来 小畜生 你找死 忽然 一道响彻天穷的怒吼声传来 从远处掠来了一个身穿黑袍 满头银法的威严老者 浑身笼罩着强烈的杀鸡 朝着林霄扑了过来 第八章 南宫轩 不好 是执法长老 这下林霄死定了 执法长老最疼爱邓师兄了 林霄把邓师兄打成了这样 执法长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好像不是林霄打的吧 邓师兄可是被上天降下的雷霆踢的 莫非邓师兄真的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不管怎样 林霄这下都完蛋了 众人议论纷纷 看向远处掠来的那个黑袍老者 眼神中都是露出了敬畏之色 执法长老邓天德 在长生门之中未高权重 仅次于宗主 一身修为早就达到了龙虎境 拥有降龙腐虎的伟力 他一出现 那股黄黄如天威的气势 就让众多弟子都有些面色苍白了起来 你是什么东西 林霄的目光一闪 嘴角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 邓天德的眼神中杀鸡赤裂 他一步步朝着林霄走来 那股棒薄的气势越发地强大了起来 全都朝着林霄压迫而来 他想要以自身的气势 压迫林霄跪下来认罪 但是他身上的威压 对于林霄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林霄神色如常 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小畜生 你不尊师长 残害同盟 违抗宗律 今日我以执法长老的名义判你死刑 你可服气 邓天德目光阴沉地看着林霄 浑身强大的气机将他锁定了起来 爷爷 不要这么轻易杀了他 将他交给我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躺在地上的邓雅林满脸猙獰的大吼了起来 刮噪 老天 给我劈死他 林霄眉头一皱 没想到邓雅林还是如此不知死活 顿时召唤出了一道紫色的雷霆 朝着邓雅林劈落下来 小畜生 你敢 邓天德大怒 一掌朝着虚空中的雷霆拍来 周身先天真气澎湃 浩瀚如大海 巨大的掌印凝聚出来 想要将那一道紫色的雷霆挡下来 连这个老畜生一起劈 林霄淡淡地说道 结果又有一道雷霆落下 比之前更加的强大 闪烁着毁灭波动的雷弧 通龙 两道雷霆同时落在了邓雅林 邓雅林和邓天德的身上 邓雅林惨毫了一声 顿时喷出了一口鲜血 晕死了过去 而邓天德的真气掌印 瞬间被雷霆破灭 直接劈在了他的头顶 让他须法结章 脸上焦黑一片 显得无比狼狈 林霄 真他娘的彪悍 连执法长老都敢劈 这大废物如今是要逆天啊 众多弟子此刻都被林霄震得 一愣一愣的 忍不住对他露出了佩服的表情 实在是林霄的表现太惊人 连执法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 天上的雷霆他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莫非他真的是老天爷的儿子不成 众人再难对他生出嫉妒之心 而林昆 陈峰等一众执法堂的弟子 看向林霄的眼神中 都是充满了惊恐之色 林霄表现出来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让他们的心中生出了浓浓的敬畏 小畜生 我要杀了你啊 邓天德又惊又怒 心中有滔天的怒火涌出 恨极了林霄 赤裂的杀意毫不掩饰的弥漫而出 他是谁 长生门的执法长老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平日离哪一个弟子见了他不是毕恭毕敬 如今却因为林霄 在那么多的弟子面前出丑 轰 邓天的身形一闪 化成了一道赤裂的光芒 出掌如刀 刀芒锋利无匹 朝着林霄披落下来 只有杀了林霄 才能洗刷这种耻辱 老天 劈死他 林霄依旧只有那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通隆隆 此时 天穷瞬间阴沉了下来 无数的乌云涌动 虚空中雷霆闪烁 仿佛化成了一片雷霆海洋 紧接着密密麻麻的雷霆落下来 蕴藏着一种让人心计的气息 什么 邓天得大惊失色 但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漫天的雷芒笼罩了起来 一股死亡的波动涌上心头 天穷震荡 四眼茫茫 赤裂的雷霆宛如天地之威 震惊了所有人 而那些雷霆仿佛都比开了灵霄一般 他立身在雷霆海洋之中 飞发飞扬 衣衫烈烈 眼神璀璨无比 宛如一尊掌控雷霆的少年神王 啊 邓天得的惨豪声从雷霆之中传来 显得无比痛苦和凄惨 周围的长生门帝子 一个嘎的眼神中 都是露出了浓浓的惊恐之色 够了 就在此时 一道淡然而洪亮的声音响起 从山顶的那座宫殿之中 一道匹炼神红弥漫而出 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人 看起来英俊而潇洒 目光深邃而沧桑 踏着虹桥而来 气息浩瀚而纯净 仿佛和周围的天地融为了一体 他一出现 就有一道白光冲销而起 顿时那满天的雷霆全都消散了 乌云破灭 阳光重新洒落在长生山上 宗主 是宗主来了 有人惊呼了一声 顿时眼神中露出了 无比狂热的崇拜之色 宗主武功盖世 林霄纳的小畜生死定了 执法堂的弟子也都是欢呼到 宗师尽强者嘛 林霄的双眼也是围眯了起来 目光落在了宗主南宫轩的身上 咳咳 扑 雷霆消散之后 露出了邓天的的身形 只是他此刻看起来无比的狼狈 周身衣衫都破碎了 浑身焦黑一片 披头散发 口中咳血不止 还有淡淡的泪光 从他的蹊跷之中喷出 气息无比的萎靡 宗主 这个小畜生不尊师长 残害同门 还请宗主出手将他斩杀 邓天的朝着南宫轩攻身衣礼 看向林霄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滔天的愤怒和杀鸡 参见宗主 所有长生门的弟子都是攻身行礼 声音整齐如一 震动云霄 反而只有林霄一人 依旧是平静地站在那里 没有丝毫要向南宫轩行礼的意思 林霄 见到宗主你竟然敢步行礼 我看你就是其他宗门的奸细 大逆不道 罪该万死 邓天的怒喝了一声 死死地盯着林霄 只是他也不敢再向林霄出手 刚刚那篇恐怖的雷霆 实在是给他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第九章 长生门圣死 南宫宗主 长生门万年前是何等的威风 号令一出 普天之下莫敢不从 如今长生门乌烟瘴战戏 还出了这么一些只知道屋里横 西压同门的砸碎 你要负很大的责任 林霄盯着南宫宣 淡淡地说道 长生门是景色的宗门 当年林霄更是耗费了很大的心血 为长生门培养出了无数的强者 看到长生门如今的样子 他心中自然也是颇为的愤怒 大胆 小畜生 南宫宗主也是你叫的 还不跪下来受死 邓天的和邓雅林爷孙两个人都是大喝了一声 杀气腾腾地看着林霄 在他们看来 林霄本身的修为不值一提 所依仗的无非是那些诡异的雷霆 但是宗主神功盖世 心意间就破了漫天的雷霆 要诛杀林霄还不是轻而易举 南宫宣的目光也是落在了林霄的身上 深邃而浩瀚 仿佛是一片好当的星空 包容一切 能够让人沉醉在其中无法自拔 但是林霄的神色却淡然而平静 仿佛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片刻后南宫宣忽然苦笑了一声 嘴角微动 细微的声音直接传入到了林霄的耳朵里 你也知道宗门大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 而且宗门有一定的竞争 对于弟子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 我也不可能事事都管得过来 今天的事情我已经清楚了 确实是执法堂不对了 这件事情可以暂时压下不提 但让我好奇的是 你是如何能够驾驭长生门的护踪大阵的呢 说完南宫宣死死的盯着林霄 眼神中有着一丝期待 还有着一丝杀意 仿佛只要林霄一说错话 他就会出手将林霄各杀当场 你不要那么紧张 林霄淡淡地说道 仿佛没有看到南宫宣眼神中的杀意 长生门的护踪大阵名为长生封神大阵 乃是万年前吞天至尊和长生至尊联手不下的 威力无匹 据说可以图谋封神 就算是至尊强者落入其中也必死无疑 一万年过去 长生门之所以还存在 应该和长生封神大阵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当年吞天至尊得罪了不少的人 林霄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苦涩之意 只是他没看到南宫宣脸上越来越惊骇的表情 林霄口中的那些话都是长生门的不转之密 历代只有长生门的宗主才知道 这一个少年又怎么会知道 至于我是谁 我是林霄 林霄淡淡地说道 但是声音之中却有着一种举世无敌的霸气与威严 林霄 你怎么能叫这个名字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南宫宣的目光猛然一震 惊呼了一声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对林霄的身份越发地好奇了起来 林霄这个名字 对于知道长生门历史的人来说 那是一种荣耀 一种骄傲 也是一种禁忌 因为 万年前的天下第一人 吞天至尊的名字就叫做林霄 我就是我 我是林霄 长生门的复兴注定还是落在我的身上 你的武道天赋不错 能够凭借一部残缺的长生经 突破到宗师之境 也算是不错了 不过你性质太软 不适合作为一门之主 等有时间 我传你真正的长生至尊经 你怎么知道长生至尊经 你到底是什么人 林霄 林霄不可能 万年前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蓝宫轩心中的惊骇越来越强 连他宗师的心境都很难保持平静 可见林霄的话对他的冲击是如何的大 长生至尊经乃是长生至尊留下来的正宗神功 只是在万年前的那一场动乱之下 就已经变得残缺不堪了 完整的长生至尊经乃是至尊级的功法 直指至尊大道 而南宫轩得到的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的长生经 只有开脉境 真气境 化灵境和龙虎境的修炼法门 至于突破到宗师境则是他自己摸索修炼的 宗主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要成为长生门的圣子 请你相信我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成为长生门的圣子 林霄奈着性子说道 他之所以冒险说这么多 也是因为他看出来了 南宫轩是一个浩荡君子 也是一个把长生门视为一切的人 这样的人 可以相信 长生门圣子 你连这个都知道 不过你想要成为长生门圣子 可是会有很大的阻力 就算我同意 长老们也不会同意的 毕竟你的修为太弱了 如今还闯了这么大的祸 南宫轩苦笑了一声道 长生门圣子 乃是万年前长生门雄霸天下的时候所设立的 圣子就是长生门的宗主唯一继承人 在众多真传弟子之上 地位只比宗主略低 比长老的地位都高 只是这几千年来 长生门越来越弱 圣子也就树枝高阁了 除了宗主几乎没有人知道长生门还有圣子的存在 长生门的圣子只能是我 至于有阻力 那是你的事情 你身为宗主 不会也连这点事情都摆平不了吧 至于成为圣子之后 就不需要你来操心了 谁要是不服气 我会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的 灵霄李子一笑 那洁白的牙齿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让南宫轩看着都有些忍不住心中意寒 这还真是一个妖孽啊 宗主 宗主 到底该如何处置灵霄这个孽婿 还请宗主示下 南宫轩和灵霄传音交谈的这一会 让众多弟子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邓天的忍不住出声提醒道 邓长老 南宫轩的目光落在了邓天的的身上 锋芒无匹 仿佛一下子就看穿了邓天的 让邓天的心中忍不住一颤 执法堂执掌宗门戒律 最是需要公正言明 分辨是非 执法堂要维护的是长生门的威严 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威严 你懂吗 南宫轩的声音平淡无比 但是却蕴藏着丝丝的冷意 邓天的一听 南宫轩此话有敲打执法堂的意思 也有着为灵霄开脱的意思 顿时就急了 连忙到宗主 灵霄亵渎至尊神像 执法堂的弟子制止他 他却反过来打伤同门师兄 而且还对老夫和宗主出言不逊 此子恼生反骨 狂妄自大 还请宗主言诚 否则只怕是众怒难平啊 第十章子萧神雷 众怒难平 是众怒还是你执法堂之怒 南宫轩的眼神一寒 盯着邓天的道 我说过了 执法堂是长生门的执法堂 不是某一个人的执法堂 此事就此结果 你有什么意见吗 邓天的浑身一颤 感受到南宫轩那如同天威一般的气势 这才想起来南宫轩是长生门唯一的宗师强者 若是真的惹他发怒 只怕自己也讨不了好 宗主说的是 老夫没有意见 邓天的一咬牙 只能不甘心地说道 众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就这样过去了 虽说执法堂平日的嘴脸很让人厌恶 但是今天灵霄的表现也是无比狂妄 宗主竟然没有追究 莫非这灵霄是宗主的私生子不成 众人的目光在灵霄和南宫轩的身上扫过 都是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另外还有一件事 南宫轩目视众人 朗生道 灵霄天赋超群 以区区开脉镜似众的修为 就战胜了真气镜和化灵镜的强者 可以说是我长生门万年以来的第一天才 而且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能够召唤雷霆吗 众人都是抬起了头 眼神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宗主竟然如此赞扬灵霄 至于灵霄如何能够召唤雷霆 众人也都是很好奇 因为灵霄得到了吞天至尊的认可 南宫轩的话一出 顿时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 什么 这不可能 众人都是难以置信地看着灵霄 这个大废物竟然得到了吞天至尊的认可 那怎么可能 宗主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吞天至尊祖师已经羽化了万载 怎么可能认可灵霄这个孽序 邓天的也是神色难看地说道 南宫轩神色平静地说道 你们以为灵霄区区开脉镜是如何召唤雷霆的 那紫色的雷霆 就是万载前吞天至尊祖师所修炼的紫霄神雷 所以吞天至尊的神像上也有紫霄神雷的法则 刚刚正是灵霄得到了吞天至尊祖师的认可 所以才能够召唤出紫霄神雷 长生门的护宗大战士秘密 不能曝露 所以南宫轩才把召唤雷霆推到了吞天至尊的神像上 荒唐 这根本不可能 邓天的像是被踩住了尾巴一般跳了起来 面色掌弘帝说道 宗主 吞天至尊祖师的神像上有紫霄神雷的法则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看灵霄必定是有什么雷霆属性的至宝 才能够召唤雷霆 就是 吞天至尊祖师是何等人物 万年前的天下第一人 怎么会看上灵霄这的废物 我看说不定灵霄就是其他宗门的奸细 修炼了雷霆属性的功法而已 修炼雷霆属性的功法 什么功法能够在开脉镜寺中就能够披伤龙虎镜的执法长老 说不定就是灵霄得到了吞天至尊的认可 众多弟子都是议论纷纷 但大部分人的眼神中都是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毕竟得到吞天至尊的认可也太不可思议了点 吞天至尊和长生至尊 对于所有长生们的弟子来说 几乎是神话之中的任务 被无数弟子所崇拜 视为目标 宗主说的没错 吞天至尊祖师万年前 确实修炼了紫霄神雷的神通 就在此时 一个虚法皆白 身穿道袍的老者从远处走来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大长老 是大长老来了 据说大长老已经活了几百岁了 他肯定知道 有人惊呼一声 看着从远处走来的大长老 面露尊敬之色 这是几千年前一位前辈留下来的长生志 里面详细记载了万年前长生们的盛况 大长老拿出了一卷法黄的牛皮书 缓缓说道 万年前 吞天至尊乃是天下第一人 十大封号至尊之首 他所修炼的紫霄神雷霸道无匹 横扫天下 在他的神像之中就有紫霄神雷的法则 千年前无量宗入侵长生门 祖师神像大显神威 紫霄神雷降临长生山 连杀无量宗三大宗师尽强者 而且万年之前吞天至尊的本名 就叫灵霄大长老的目光落在灵霄的身上 深邃而沧桑 无比的明亮和睿智 让灵霄的心中都是微微移动 这个老头的修为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真的有紫霄神雷 灵霄 灵霄 他竟然和吞天至尊重名 这真的是巧合 众多弟子虽然还是感觉到震惊 但内心已经相信了许多 灵霄天赋超群 又得到了吞天至尊祖师的认可 所以我决定即日起 生灵霄为我长生门圣子 南宫轩淡淡地说道 声音响彻长生山山顶 随着圣子的身份被揭开 这一次则是彻底引爆了长生门 超越真传弟子 宗主继承人 为超长老 这简直就是荒唐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邓天德西的浑身直哆嗦 直接跳出来反对 圣子 他灵霄何的何能 宗主 你不能如此偏袒灵霄 这可是是关我长生门未来的决定 不能如此轻率啊 也有其他弟子站了出来 恳求道 宗主 灵霄他大逆不到 必定是其他宗门的奸细啊 宗主明察秋毫 不能如此荒唐啊 圣子之位 他根本不配 恳请宗主诛杀灵霄 一听到南宫轩的如此决定 陈锋和邓雅林也都是大声嚷嚷了起来 我不配 莫非你们是找死不成 灵霄冷笑了一声 看了陈锋和邓雅林一眼 宗主 我反对 我也反对 广场之上 到处都是此起彼伏的反对声 让灵霄这个一个大废物 突然成为长生门的圣子 谁都接受不了 圣子历来都是由宗主决定的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南宫轩无比强硬地说道 铁了心要灵霄当这个圣子 宗主 圣子是由你决定的不嫁 但是只要众多长老反对 我们也可以废了这个圣子 这件事情太荒唐了 宗主你这是要葬送我长生门啊 邓天的脸红脖子粗地说道 不惜顶撞南宫轩 也要反对灵霄当圣子 南宫轩淡淡地回应道 十几位长老 已经有半数都同意了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大长老 第十一章长生塔试炼 邓天的的目光望向大长老 大长老苦笑了一声道 宗主的这个决定虽然有些突然 其他长老也感觉到意外 但是他们都决定同意宗主的意见 我不相信 我也不同意 灵霄这个废物没有资格成为圣子 邓天的大喊道 开玩笑 圣子的地位比长老还要高上一点 灵霄和邓天的已经结仇了 若是灵霄成为了圣子 岂不是要骑在他的头上 不 那邓长老认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成为圣子 南宫轩没有丝毫地生气 平静地问道 最起码要有超过所有真传弟子的修为 而且要获得所有弟子的尊敬和爱戴 他灵霄一个开脉尽似重的废物 要是成为圣子 我长生门必定被其他宗门所耻笑 邓天的坚持道 说到底还是实力为尊 一旁老神在在的灵霄痴笑了一声 道 整个长生门的弟子 谁不服尽管来 我保证能打败所有人 还有邓天的 你要是不服也可以上 我保证打得你妈都认不出来你 以 你混账 邓天的气得蹊跷喷火 大吼道 宗主 他还没有成为圣子就已经如此狂妄嚣张 等他成为了圣子 他岂不是要欺世灭祖 开玩笑 如今灵霄能够召唤子霄天雷 就连龙虎镜的执法长老都被劈了葛半死 谁敢跟他动手 邓雅玲忽然朝着邓天的小声地说了一句 邓天的原本暴怒的神色缓缓平静了下来 宗主 既然你想让灵霄成为圣子 那我有一个条件 只要灵霄达到了 我保证全力拥护他成为长生门的圣子 邓天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什么条件 南宫轩心中一跳 感觉邓天的好像要说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宗主 想要成为我长生门的弟子 不但修为战力超绝 而且还要有无上的天赋 灵霄的战力 勉强达标 但是天赋必须要经过检测 只要灵霄能够通过长生塔第九层的试炼 我就同意他成为圣子 邓天的一脸音策策地说道 什么 长生塔第九层 这根本不可能 有人惊呼了一声道 就是 就连南宫师姐被遇为我长生门千年以来的第一天才 也只是通过了长生塔第七层的试炼 灵霄肯定不可能 就是 长生塔内危机重重 一般弟子都不敢去尝试 在其中可是有陨落的危险啊 灵霄要是去了第九层 必死无疑 众多弟子议论纷纷 瞬间都是明白了邓天的的用意 这是逼灵霄去送死啊 所有人都是心中猛然一寒 长生塔第九层 邓长老 不知你通过了第几层的试炼 南宫轩眼神中涌出一丝怒涩 瞬间就明白了邓天的的用意 我 宗主 不管我通过第几层 但是以前我长生门的圣子 无疑不是通过了长生塔第九层的试炼 甚至还有些经验绝伦之辈 通过了第十层 灵霄想要成为圣子 必须要通过第九层的试炼 邓天的满脸长 红帝说道 他其实只通过了长生塔第五层 若是说出来恐怕也太丢人了点 以这事让灵霄去送死 他只是开麦境四众的修为 进入长生塔试炼 最好的机会是在真气境之后 我不同意 南宫轩坚持道 长生塔嘛 没有想到万年过去了 长生塔还在 灵霄的目光一动 露出了一丝回忆之色 说起来 长生塔其实就是灵霄 灵霄当年为长生门培养强者而留下来的一宗宝物 总共十层 每一层都会有天地灵物幻化成的怪物 若是能够通关 就能够炼化那些天地灵物 修为大增 不过进入长生塔也会有危险 实力不敌 也会有陨落的危险 可笑如今的长生门弟子 畏惧其中的危险 而不知道长生塔乃是一宗无上的机缘 好 我愿意去闯关 灵霄沉默了片刻 抬头缓缓说道 虽然南宫轩可以强行让灵霄成为圣子 但必定会有很多人不服 而长生塔失恋就是一次让众人闭上嘴巴的好机会 更何况 长生塔之中的天地灵物 也是灵霄如今所急需的 或许他能够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灵霄 你不要意气用事 你的修为还是太低了点 长生塔内危机重重 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死在里面啊 南宫轩有些着急地说道 灵霄的身上蕴藏着很多秘密 他不想让灵霄就这样死在长生塔内 放心 区区长生塔 还挡不住我 灵霄淡淡一笑 好 只要你能够通过第九层的试炼 我们全都拥护你成为长生门的弟子 邓天德大喜 没想到灵霄到底是年轻气盛 被他一击就上钩了 只要灵霄死在长生塔之中 那就万事皆休 好吧 但若是遇到危险 你要立刻退出来 不要逞强 看到灵霄如此坚持 南宫轩也只好叹了一口气道 长生塔屹立在长生山顶 高级石杖 通体乌黑 看起来十分的普通 但却有一种古老而沧桑的气息 沉迷漫而出 岁月流逝 万古悠悠 长生塔见证了无数天骄的诞生 也见证了长生门从辉煌走向衰弱 万年前长生门危震疤荒 俯瞰天下 无人敢称尊 万年后长生门的崛起 就从我灵霄开始 站在长生塔前 灵霄的心中涌出了无限的豪情 怎么 莫非不敢进去了 就这点胆量也想成为圣子 滚回家吃奶去吧 邓雅玲看到灵霄站在长生塔前沉默 忍不住出声讽刺道 灵霄淡淡地看了邓雅玲一眼 看得他心中一跳 不过灵霄并没有什么动作 而是迈步走进了长生塔之中 通龙 当长生塔巨大的石门关闭之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落在了长生塔之上 你们猜灵霄能够通过第几层 最多也就第三层吧 第四层根本没有希望 毕竟他才是开迈进四众的修为 没错 当初南宫师姐天赋无双 也是在化灵境的时候才通过第七层 现在就看灵霄会不会像葛楞投青 去冲击更高的层次了 若是那样 他还真是找死啊 我们赌一赌灵霄能够通过第几层 来来来 我压十块元石 众多弟子议论纷纷 都在期待灵霄这一次的长生塔试炼 第十二章灵霄圣子 爷爷 灵霄的战力不弱 若是真的被他通过了第九层该怎么办 邓雅玲有些担忧地说道 绝对不可能 邓天的冷笑了一声道 长生塔之中的怪物 虽然是根据闯关者的修为来的 但就算是第一层的怪物也有真气静的实力 灵霄进入长生塔 不能借用吞天至尊的力量 但凭他那蝼蚁般的修为 必死无疑 让这小畜生死在长生塔之中 还真是便宜了他 邓雅玲冷声道 长生塔内 雾外茫茫 混沌弥漫 仿佛是到了开天壁地之前 一尊巨大的虎形灵兽幻化而成 猛然朝着灵霄扑了过来 也许 找死 灵霄目光中精芒一闪 一指点出 快雨闪电 哼 这一指瞬间就点在了 虎形灵兽的要害处 威猛的虎形灵兽怒吼了一声 瞬间爆炸了开来 化成了一片璀璨的光滑 融入到了灵霄的体内 通龙 那股力量浩瀚而纯净 灵霄浑身噼里啪啦作响 然后瞬间就有几道经脉被冲破 一股强大的力量弥漫开来 18条经脉 开脉进五重 紧接着 灵霄的身形冲入到了 长生塔第二层之中 轰轰轰 第二层 第三层 长生塔内的天地灵物 根本不能阻挡灵霄分好 纷纷被他打爆 化成了纯净无匹的能量 让他的修为急速攀升 外界 灵霄进入长生塔才片刻的时间 第一层就亮了起来 紧接着第二层 第三层也亮了起来 这种景象震动了所有人 这 怎么可能 灵霄的闯关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天哪 长生塔内最弱都是真气劲的怪物 灵霄怎么会这么变态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根本不可能 宗主 灵霄肯定是作弊了 他怎么可能这么快通关 邓天的吓得跳了起来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脸红脖子粗的大好了起来 没错 灵霄肯定作弊了 这才多久 他就已经突破了第四层 不 现在是第五层了 邓雅玲和陈锋等人也都是大喊了起来 作弊 长生塔的来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连我都没有能力作弊 谁有这个本事 南宗轩冷笑了一声 一句话就把邓天的和邓雅领导的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虽然南宗轩心中也很震惊 但更多的还是高兴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灵霄果然有着非同小可的来历 第五层 第六层 长生塔一层曾被点亮 没过多久 就连南宗轩一直保持的第七层的记录也被打破了 然后是第八层 第九层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灵霄竟然直接冲进了长生塔的第九层 那岂不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成为圣子的条件 所有人都是有些怪异的看着邓天的 但邓天的也傻眼了 嘴张得很大 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长生塔内 灵霄已经站在了最高的第十层 第十层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无尽的星辰环绕 阴阳变化 五星流转 仿佛蕴藏着宇宙生灭的奥秘 并且一幕幕强大的幻境朝着灵霄冲来 若是一般人肯定就直接沉浸在那无边的轮回之中 无法自拔 灵霄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沧桑之色 随即他口中轻轻吐出了一个字 破 瞬间 周围的星河破碎 宇宙幻灭 漫天的光芒都化成了浩瀚的能量 纯净而圣洁 宛如大海一般 将灵霄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 通隆隆 仿佛是天雷炸响 灵霄周身散发出雷鸣之音 一缕缕黑气冒出来 体内的杂质都被排出 他体内的36道经脉 宛如36道真笼 瞬间被冻开 充满着如玉的光芒 36条经脉贯通 气息在体内游走小周天 灵霄浑身都充满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之感 开麦境九重 仅仅是一炷香的时间 灵霄就从开麦境四众突破到了开麦境九重 这种速度简直是前五古人 超越一切天才 当灵霄从长生塔内走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长生塔之前 面带震惊之色的众多弟子 就连南宫轩都是掩饰不住脸上的惊喜之色 我不相信 这根本不可能 宗主 他肯定作弊了 就算是他没有作弊 也是这长生塔出问题了 我去看看 邓天的简直快要疯了 灵霄不仅突破到了第九层 还是大圆满的第十层 那岂不是说自己必须要支持他成为圣子 整个长生门的历史上 能够突破到第十层的不超过双掌之促 而这些人到最后无意不是成为了绝世之强者 嗖 邓天的的身影瞬间就朝着长生塔内冲去 但没过多久 邓天的就披头散发 大口咳血从长生塔内冲了出来 脸上满是无比惊骇的神色 长生塔完好无损 他仅仅是在第六层就差点被那增怪物所杀 更不要说像灵霄那样一举冲破第十层了 邓天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邓长老 现在我宣布灵霄为我长生门第四十九代圣子 你应该没有意见了吧 蓝宫轩看了邓天的一眼 微微一笑道 他身为宗主 毕生的心愿就是让长生门恢复往日的荣光 今天看到灵霄 让他仿佛看到了无穷的希望 现在让灵霄成为圣子 他更是心甘情愿 邓天的弱势在阻挡 只怕他杀了邓天的的心都有了 宗主英明 我没有意见 邓天的心中一领 也是明白了南宫轩的意思 虽然不甘心 但他也知道大势已去 灵霄成为圣子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阻止了 参见圣子 参见圣子 不知道是谁首先喊了一声 所有长生门的弟子都是面露敬畏之色 朝着灵霄身身行了衣礼 升震云霄 若说之前灵霄打败林坤 打败陈锋 打败邓雅林 甚至打败邓天的让众人震惊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服气 认为他是借用了外力 但是灵霄冲突了长生塔地十层 却是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巴 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毕竟 冲破长生塔地十层 只要未来灵霄不死 注定会成为举世称尊的至强者 这一生圣子可以说是喊得心服口服 第十三章小金刚拳 都起来吧 以后大家齐心协力 努力修炼 未来的长生门一定会重现万年前的荣光 灵霄微微一笑道 声音无比自信 仿佛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邓天的眼珠子一转 黑黑一笑道 雅林 圣子天纵神武 举世无双 对我长生门的武学了如指掌 你最近修炼小金刚拳不是有很多困惑吗 还不赶紧去请教圣子 邓雅林如梦方醒 连忙看向灵霄 挤出一丝笑容道 灵 圣子 我天资奴顿 小金刚拳已经修炼到小城之境 最近越发的纯熟 但却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城之境 圣子天赋无双 肯定对小金刚拳了如指掌吧 武学的修炼分为入门 小城 大城和圆满四个境界 邓雅林的脸上挂着笑容 但眼神中的幸灾乐祸却展露无遗 这对爷孙倒是打得好算盘 既然无法阻止灵霄成为圣子 那就狠狠捧杀他 灵霄虽然天赋不错 但论及长生门的武学 他一个杂役弟子又能够接触多少 更何况是小金刚拳这种 只有内门弟子才能修炼的高级武学 到时候灵霄回答不出来 必定会在众人面前出丑 两人也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 灵霄淡淡地看了邓雅林一眼 瞬间就看出了他的如意算盘 小金刚拳只是玄疾上品武学 你才修炼到小城之境 确实是天资奴顿 今天我心情好 就指点指点你 你将小金刚拳打一遍吧 听到灵霄这不嫌不淡的话 邓雅林心中瞬间就窜出一股怒火 心想等会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再狠狠嘲讽你 他憋着一口气 也不说话 竟只走到了广场之中 将小金刚拳施展开来 轰隆 邓雅林的小金刚拳糊糊声风 全静刚猛 加上化灵静的修为 一套拳法施展下来 真犹如金刚下凡 气势惊人 执法堂的弟子轰然叫好 都是大声称赞 其他弟子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惊叹之色 就算是在灵霄的眼中 邓雅林的资质也算是不错了 毕竟小金刚拳的来历他十分清楚 原本是一门帝级绝品武学金刚扶摩拳 小金刚拳只是金刚扶摩拳的入门武学 金刚扶摩拳只怕是早就遗失了 这门拳法十分难练 邓雅林能够在这个年龄练到小城之境 确实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了 毕竟以灵霄的眼界 什么样的爵士天才没有见过 胜死 我这小金刚拳如何 小金刚拳打完 邓雅林的意洋洋地看着灵霄 废物就是废物 小金刚拳被你打得狗皮不通 这是什么玩意 灵霄淡淡地说道 一点都不留情 邓雅林大怒 冷声道 既然这样 那就请圣子指点一下真正的小金刚拳吧 邓雅林心中憋了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 就等着看灵霄出丑 众人也都是露出不幸的神色 感觉灵霄太狂妄了 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等会他该怎么收场 蓝宫轩神色淡然 而邓天的更是笑而不语 都在看着灵霄 看着 真正的小金刚拳是这样的 灵霄丢下一句话 纵身跃入长生广场之中 长生之巅 云雾飘渺 周围山峰鼓荡 灵霄立身在广场之上 面如冠玉 非发飞扬 目光如星辰一般璀璨 自有一种磅薄的气势弥漫开来 片刻后 他动了 只见灵霄一拳轰出 看起来轻飘飘的 却瞬间带动漫天的云雾 朝着他涌来 全盲璀璨 开始散发出雷霆之音 通隆隆 灵霄一拳接一拳 速度越来越快 到最后漫天都是拳影 如同闪电一般 而且全是雄魂无匹 宛如一尊金刚 带着几分有我无敌 想要除魔的气势 风云变色 日月被遮蔽 灵霄一拳全轰轰在虚空之中 仿佛是一只神锤 砸在天谷之上 震得众多弟子气血翻涌 面露震惊之色 没有珍惜 初全引动天地异象 这是 这是圆满之境的小金刚拳 怎么可能 邓雅玲震惊的无以复加 脸上满是惊骇之色 这个小 子 竟然真的懂小金刚拳 邓天的也是满脸苦涩之意 这不单单是圆满的小金刚拳 这是全道易静 哈哈哈哈 天佑我长生门啊 南宫轩忽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脸上满是无比激动的神色 没错 这不是天地异象 这是天地之力 人力有时穷 而天地之力无穷尽 以人之力引动天地之力 世卫易静 开脉静就领悟全意 绝无仅有啊 恭喜宗主 贺喜宗主 这是长生门大兴之兆 大长老也是十分激动 白胡子都在发抖 易静 易静 就连我都没有领悟易静 南宫秦号称长生门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也只是到了领悟建议的边缘 这个小子怎么可能 邓天的一脸难以置信 眼神中满是嫉妒之色 轰 灵霄的最后一拳落下 那漫天的云雾竟然整齐地冲销而起 在虚空中化成了一尊巨大的拳头 在阳光的照射下 璀璨如黄金 猛然爆炸开来 震动天穹 这才是真正的小金刚拳 你看清楚了吗 小金刚拳不只是一味的刚猛 柔为体 立为魂 刚为意 意在全中 刚柔一体 方能化身木木金刚 向妖伏魔 灵霄走到失魂落魄的邓雅林面前 淡淡说道 柔为体 立为魂 刚为意 意在全中 刚柔一体 邓雅林面色苍白 喃喃自语 仿佛陷入到了蜂魔状态 但眼睛却越发的明亮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邓雅林大笑了一声 纵深而起 开始施展小金刚拳 拳力变得柔和了许多 但是连绵不绝 宛如大江大河一般 威力何止上升了一个层次 小金刚拳已经达到了大成之境 接下来 邓雅林竟然做了一个让许多人大吃一惊的决定 他快步走到灵霄面前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圣子 是我见识浅薄 妄自尊大 不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而且我也不该欺压同门师弟 圣子不计前嫌 教我小金刚拳 让我十分惭愧 以后我必定会努力修炼 辅佐圣子 将我长生门发扬光大 邓雅林看向灵霄的眼神 终满是狂热的崇拜之色 声音无比诚恳 雅林 你 你混账 邓天的也是傻眼了 指着邓雅林满脸掌红的大骂道 邓师弟 难得雅林这孩子知错就改 难能可贵 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对 南宫轩微微一笑道 邓天的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满脸都是苦涩 第十四章 长生至尊经 邓雅林的表现 让灵霄也是感觉到有些意外 不错 既然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那就看你的表现吧 若是真心悔过 我不介意将金刚扶摩拳传给你 什么 金刚扶摩拳 邓雅林一听 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连忙问道 金刚扶摩拳乃是上古武学 第级绝品 早就已经失传了 我们长生门如今最厉害的武学 也只是第级下品的七星化乐见 别人没有 但我却有 只要你表现得好 我会考虑传给你的 灵霄淡淡一笑道 多谢圣子 从今以后我邓雅林为圣子马首是瞻 邓雅林大喜 顿时再一次跪下来表忠心 灵霄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邓雅林虽然少年心性 十分骄傲 但本性并不坏 只是被宠坏了罢了 而且还是一个武痴 若是未来表现得好 灵霄也不介意传给他金刚扶摩拳 也算是增加长生门的力量 看到邓雅林都对灵霄表现了臣服 众多长生门弟子也都是露出了敬畏之色 灵霄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 让他们都开始沉浮了下来 邓天的和邓雅林原本是想要给灵霄一个下马威 但是没有想到却被灵霄借此收服了众多弟子的心 而灵霄没有发现 灵昆看向他的目光之中 怨毒之色越发地浓郁了起来 最后 众人散去 灵霄跟着南宫轩来到了长生门的藏经阁之中 看着眼前的藏经阁 灵霄的眉头皱了起来 万年之前 长生门的藏经阁有九层 藏经百万 从基础武学到至尊武学都有 为天下武道圣地 没有想到现在只剩下了四层 只有一门帝级夏品的七星化月舰传了下来 真是可悲可叹啊 灵霄的声音之中带着几分疾疗之意 没错 自从万年之前 吞天至尊和长生至尊两位祖师突然消失 长生门经历了几次大变 就开始一代不如一代 藏经阁内的诸多武学也都被其他宗门所瓜分 只恨我们无能 没有办法恢复上古的荣耀 南宫轩叹了一口气道 无妨 虽然只剩下了四层 但是有些东西还存在 就够了 灵霄眼神一动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来藏经阁干什么 如果你想修炼七星化月舰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传给你 以你的天资 或许真的有可能带领长生门走向强大 尽管这很难 南宫轩对灵霄充满了自信 我来藏经阁 自然是为了传你长生至尊经 完整的长生至尊经就在这藏经阁之中 灵霄微微一笑道 长生至尊经就在藏经阁 怎么可能 原本长生至尊经就放在藏经阁第九层 只有宗主才能进入 但现在第九层都没有了 何谈长生至尊经 南宫轩满脸都是不幸的神色 我说在 他就在 灵霄淡淡一笑 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气 你在外面等我 灵霄丢下一句话 迈步走进了藏经阁之中 藏经阁的第一层 都是一些基础的黄极夏评武学 医学诸子百家的杂书 任何弟子都能够进入 第二层是黄极绝评以下的武学 只有内门弟子和做出重大贡献的外门弟子才能够进入 第三层是玄极绝评以下的武学 只有真传弟子和做出重大贡献的内门弟子才能够进入 第四层 是长生门的镇派武学 地级夏评的七星画月剑和地级夏评的长生经 这两种武学 不得到宗主和众多长老的允许 根本无法修炼 灵霄走进了藏经阁 一路不停直接走上了第四层 第四层的正北方挂着一幅画 画上是一个身穿白衣 副手而立的英俊男子 剑眉入青天 谋光耀天穷 自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 这只是一幅普通的画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灵性波动 只有在右下角有一首小诗 景色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注丝华年 装生小梦迷蝴蝶 望地春星拖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雨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哈哈哈哈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景色 是我对不起你 我来晚了 灵霄满脸都是苦涩之意 这首诗之中的意思 他又怎么能理解不了 当年他和真龙至尊 去探索赤龙战神之墓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 如今万载过去 景色又在何方 就算是至尊强者 也活不过一万年 或许景色早已成红颜枯骨 化作黄土了 灵霄仿佛看到一个 风华绝代的女子 面容憔悴 对话中人充满了思念 从而做下了这一首诗 那是一种怎样的境遇 想到这里 灵霄不由得心中隐隐作痛 景色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就算是老天夺走了你 我都会从他手里抢回你 你等着我 等我踏上巅峰 灯灵神境 我一定会找到你 灵霄喃喃自语 眼神越发的凌厉了起来 吃 最后 他凌空一直点出 那幅画之中竟然射出了一片璀璨的光芒 出现了一道光门 灵霄迈步而入 这是一片蒙蒙的空间 四周都是混沌一片 在灵霄的面前却漂浮着两卷金光璀璨的古书 吞天秘术 长生至尊经 若是被一万年前的人看到 肯定会发疯一般不顾一切的抢搏 这两卷古书乃是一万年前威震天下的吞天至尊和长生至尊的绝世武学 长生至尊经 乃是超越天级的至尊武学 甚至堪比传说之中的神级武学 而吞天秘术 更是神秘莫测 比至尊武学还要强悍 这幅古画原本是景色为灵霄所画 最终被灵霄炼制成了一件秘宝 里面藏着两人的绝世武学 留带有缘人 虽然仅仅是灵霄顺手而为 但就算是至尊强者 都发现不了古画的蹊跷 而会自动忽略 当作一般的画作 灵霄一招手 两大古卷画成了两道流光融入到了灵霄的脑海之中 至尊武学蕴藏着天地法则 必须有至尊的真意传承才能够修炼成功 所以很难用器物承载 不像天极以下的武学 书卷完全能够记载 一股明雾涌上心头 灵霄睁开眼睛 目光越发地璀璨了起来 第十五章五行灵种 吞天秘术乃是我的根本 必须要尽快凝聚出吞天灵种 才能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我现在的修为还是差了点 灵霄自言自语 他虽然达到了开脉进九重 但战胜邓雅林和邓天的 全靠长生门护宗大阵降下的紫霄神雷 以灵霄如今的战力 可以横扫真气境强者 但是面对话灵静的强者就立有不代了 这长生至尊精倒是非常适合学为的体质 可以传给他 南宫轩的资质也很不错 他若是修炼长生至尊精 应该可以很快突破到天人境 到时候也算是有了一个强大的壁柱 灵霄心中盘算 他虽然有了上一世的记忆 但想要重回巅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他没有小区这个世界的强者 路还是要一步步走 必须夯实基础 才能够走得更远 开脉进九重贯通三十六条经脉指示小圆满 上古时期真正的大圆满 是贯通三百六十条经脉 和周天之簇 若是能够得到五行临终 我不但可以突破到开脉进大圆满 还能够借此一举凝聚出吞天灵种来 到时候吞天秘书的种种手段 我就能够施展了 灵霄心中暗暗想到 转身出了这片空间 将古画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古画虽然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里面的空间十分大 可以当作储物法宝使用 最重要的是 这是景色唯一留下的东西 走出藏经格 灵霄将长生至尊精的古书 直接扔给了南宫轩 这是长生至尊精 蕴藏着至尊的传承真意 我用掉了一次 还能够传承三次 具体传给谁修炼 宗主来安排吧 灵霄随意地说道 这就是长生至尊精 南宫轩接了过来 听到灵霄的话之后吓了一大跳 手艺哆嗦差点将古卷扔到了地下 他连忙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然后是若珍宝地收了起来 脸上满是无比震惊的神色 看来灵霄的确得到了吞天至尊的传承 否则的话 他怎么可能从藏经格之中 取出长生至尊精来 南宫轩心中不但没有丝毫的嫉妒 反而越发地激动和开心了起来 他越发地相信 在灵霄的手中 长生们一定能够绽放出上古的荣光 长生们一门之主 财宗师尽的修为 说出去也太丢人了点 好好修炼长生至尊精 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够达到天人境甚至是王侯境的 灵霄说道 哈哈哈哈 有了长生至尊精 我有信心在一年内突破到天人境 灵霄 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 宗门要大大奖励你 说吧 想要什么 只要宗门有的 全都给你 南宫轩大秀一挥 豪爽地笑道 那好吧 先来个一百万上品灵石给我修炼 灵霄随意地说道 啊 一百万上品灵石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南宫轩脸上露出了无比肉痛的神色 灵霄 一百万上品灵石几乎是宗门几年的消耗了 你才开卖进 也用不了这么多上品灵石 不如我先给你十万上品灵石 如何 灵霄撇了他一眼道 抠门 一万年前的长生门弟子修炼都用灵精 谁还用灵石这种玩意 好吧 十万上品灵石先给我吧 另外我需要五行灵种 是极品五行灵种你有没有 南宫轩将十万上品灵石拿了出来 灵霄手中古话光芒一闪就将灵石收了进去 南宫轩也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灵霄还有空间宝物 五行灵种还是极品 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南宫轩说道 下品和中品的倒是不少 极品的五行灵种 宗门只有一滴悬原重水 其他四种属性都没有 只有一滴悬原重水嘛 灵霄虽然心中有预期 但难免还是有些失望 想要凝聚吞天灵种 必须要五种属性的极品灵种 才能够以吞天秘术凝聚 看来想要收集其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我倒是知道在妖兽山脉 有一朵混元金莲火的消息 南宫轩又说道 混元金莲火 这可是天地灵火之中的极品 很好 告诉我在哪里 灵霄眼睛一亮 有些激动了起来 那混元金莲火在妖兽山脉之中 危机重重 你自己去 修为还是太弱了点 不如我让一位长老去帮你取来 如何 南宫轩有些担忧地说道 无妨 我去妖兽山脉也可以历练一番 不需要别人陪我去 你只需要告诉我地点就行了 看到灵霄如此坚持 南宫轩也只好将位置告诉了他 离开了藏经阁 有知是将灵霄引到了圣子的居所 作为长生门的圣子 地位比长老都高 居住的地方自然也是十分不凡 不过灵霄不喜欢那些高大的宫殿 而是选择了长生山之中一处有瀑布 湖水和竹林的地方 建造了一座竹楼 长生门的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 仅仅是半天就将竹楼建造完毕了 竹楼被灵霄命名为景色格 恐怕除了灵霄自己 没有人知道景色的含义了 迷糊的小丫鬟雪维 至今都不敢相信自家的少爷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长生门的圣子 少爷 我这是在做梦吗 雪维看着眼前漂亮的竹楼 长长的睫毛忽闪 大眼睛之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不是做梦 雪维 以后少爷就是长生门的圣子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灵霄宠你的摸了摸雪维的小脑袋 少爷真厉害 雪维的眼睛里满是崇拜之色 少爷 我也想要修炼 这样以后我也能够保护少爷了 而不像是以前那样 任凭少爷被人欺负而无能为力 小丫头伸了身粉嫩的小拳头 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雪维 修炼要吃很多的苦头 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世界的残酷根本是你想象不到的 你还愿意修炼吗 灵霄微微一笑道 我 我不怕 我不怕吃苦 不怕危险 只要能够保护少爷 我什么都不怕 雪维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坚定之色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传你长生至尊精 灵霄微微一笑 决定将长生至尊精赚给雪维 她已经检查过了 雪维的资质很好 比邓雅琳还要好上许多 正适合修炼长生至尊精 第十六章紫月胡 灵霄将长生至尊精赚给雪维之后 又拿出一万块上品灵石为雪维布置了一个聚灵阵 让她的修炼速度可以提升十倍以上 就离开了锦瑟阁 准备去妖兽山脉寻找混元金莲火 雪维的资质出乎意料的好 好像还蕴藏着某种奇异的血脉 不过如今雪维没有修炼 灵霄也看不出来 灵霄感觉 雪维的血脉只怕很不一般 或许等她从妖兽山脉回来 雪维的修为就一路徒飞猛进 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 见过圣子 拜见圣子 灵霄下山的途中 许多弟子看到她都会恭敬地行礼 面露敬畏之色 灵霄也是微笑着点头 离开了长生山 一路朝着北方的妖兽山脉而去 妖兽山脉盘踞在长生山的背面 方圆万里之地都是蛮荒森林 山市维俄 高耸入云 其中有许多强大的妖兽 也有很多天才地宝 许多舞者都喜欢前来历练 其实在万年之前 妖兽山脉被称为长生山脉 方圆万里之地都是长生门的山门 那时候宗门弟子百万 强者云集 悬空山峰 宫殿 楼阁到处都是 被万道瑞彩霞光包裹 宛如神界一般 只是 一万年沧海桑田 什么都变了 长生门衰弱到只能归缩在一个山头上 长生山脉也变成了妖兽的乐园 唯一充满灵气的三座灵山 只有长生山这块祖地还在长生门的手中 另外两座灵山则是被何欢宗和天魔殿所占据 待我踏上巅峰 长生门失去的一切 我都要亲手夺回来 灵霄漫步而行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灵力的光芒 也不知道紫月湖还在不在 当年景色最喜欢的就是那里 灵霄眺望远方 那里仿佛有一丝丝若有若无的紫气弥漫 这么多年过去了 灵霄也无法确定 紫月湖是否还在 去看看 灵霄加快速度 脚下一点就是脊胀跨出 朝着记忆中的方向而去 周围的山林越来越浓密 一股淡淡的围机传来 吼 叫声忽然响起 继而狂风大作 从山林之中冲出了一道巨大的黑影 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灵霄吞来 找死 灵霄目光中寒芒一闪 不闪不闭 猛然一拳轰出 刚猛无匹的拳竟在虚空中发出暴鸣之声 轰 一整闷响 灵霄身形不动 而那道巨大的黑影被灵霄轰飞了出去 那是一尊一人高的妖兽 浑身长满黑色的灵甲 有着老虎一样的脑袋 头伸尖角 一双充满了嗜血的毛子死死盯着灵霄 一接妖兽 铁甲虎 一接妖兽堪比开迈进 而且看这头铁甲虎的气息 已经达到了一接顶峰 只差一丝就能够突破到二接妖兽 而且铁甲虎身上的铁甲十分坚固 就算是真气劲的强者都很难破开他的防御 开迈进的强者更不是他的对手 他以为灵霄是个软柿子 但没想到却踢到了铁板上 铁甲虎仿佛也感觉到了灵霄不好惹 瞪了灵霄片刻后竟然转身就要逃跑 想走 给我死吧 灵霄嘿嘿一笑 身形一闪就到了铁甲虎的身后 然后刚猛无匹的一拳再次朝着他轰来 这时小金刚拳 在灵霄的手中却发挥出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轰隆隆 灵霄一拳拳落在铁甲虎身上 蕴藏着爆炸性的力量 而在长生部之下 灵霄的身影如同鬼媒一般 铁甲虎根本无处可逃 最后隐生生地被灵霄打碎了浑身的灵甲 当场轰杀 这种拳拳倒肉的感觉 真好 灵霄的眼神中涌现出一丝强大的战意 他虽然拥有上一世的记忆 但是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点 想要恢复强大的战力 必须要实战来磨练 这妖兽山脉是一个绝佳的试炼之地 就这样 灵霄在妖兽山脉之中 大摇大摆地朝着前方而去 几十里的路程 他斩杀了大量的一阶和二阶妖兽 身上也逐渐多了许多煞气 当灵霄逐渐走出浓郁的山林 前方豁然开朗 出现了一片秀丽的山谷 山谷之中一个紫色的小湖 如同一轮紫色的弯月 十分的漂亮 紫月湖还在 灵霄的眼睛一亮 加快了脚步 紫月湖处在三座山峰之间 位置十分的隐蔽 一般人很难发现 不过山谷之中的风景很美 在紫月湖的周围 是一片薰衣草花海 散发着浓郁的芬芳 远处有一片瀑布 流水汇聚在紫月湖之中 十分的清澈 紫月湖的水之所以呈现出紫色 是因为紫月湖底有一种紫血灵石 散发着阴阴紫气 十分的珍贵 而且可以改善体质 发精洗髓 让人脱胎换骨 灵霄没有想到 万年过去了 紫月湖竟然还保存得如此完好 惊人不见古十月 金月曾经照顾人 景色 你还好吗 灵霄站在紫月湖畔 看着周围的薰衣草花海 眼神中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之色 哗啦 突然 湖水哗啦作响 从其中冲出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女子 那完美的肌肤犹如羊枝一般洁白 在阳光下散发着晶莹的光泽 灵霄一下子就呆住了 不得不说 这个女子十分的完美 一席秀丽的黑发 如绸缎子一般 面容精致无比 樱桃小嘴 漂亮的大眼睛 洁白无瑕的面容 宛如神女凌晨 不可放物 最关键是她此刻浑身不着一缕 全都暴露在了灵霄的面前 那个女子也是惊呆了 但是她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脸颊胀的通红 眼神中露出了恼羞成怒的神色 手中光芒一闪 一席红裙就穿在了身上 遮挡住了那无限的风光 看够了吗 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在灵霄的耳边响起 灵霄下意识地说道 没有 但她随即就意识到不好 抬起头来 那个女子的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层煞气 银贼 我杀了你 红裙女子眼神冰朗 浑身颤抖着大喊了一声 一道皮链般的剑芒朝着灵霄当头落下来 蕴藏着僧寒的剑气 让人遍体声寒 第十七章男宫情 好彪悍的妞 灵霄心中暗道 苦笑了一声 却是不敢怠慢 施展出长生步伐脚下一点 朝着旁边摩移了几丈远 轰 灵霄原本的位置 一块巨大的山石混合着一片薰衣草被剑光丕的粉碎 竟风鼓荡 威力无匹 竟然已经达到了画灵静九重 这小妞还真是好高的天赋 灵霄心中赞叹了一声 眼前的女子不过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已经是半只脚迈入到了龙虎境 要知道长生门的长老也不过是龙虎境的修为 姑娘 我也不知道紫月湖里有人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姑娘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灵霄苦笑了一声 自知理亏 但还是连忙辩解道 紫月湖如此隐蔽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命可以给你留下 但是你这双眼睛要给我留下来 红群女子翘脸寒煞地说道 刷红群女子的手中出现了一柄蓝色的长剑 散发着阴晕灵光 若一道流光朝着灵霄的双眼刺来 剑芒璀璨 如九天银河落下 有一颗璀璨的星辰朝着灵霄飞来 灵霄原本心中大怒 心想这个女子竟然如此的礼不饶人 但是看到她这一剑之后 顿时眼睛一亮 不由得脱口而出 七星化月剑 李氏长生门的人 红群女子目光一闪 手中的长剑一顿 冷冷地看了灵霄一眼道 你竟然认识七星化月剑 你也是长生门的人 没错 我也是长生门的弟子 灵霄眼睛一亮 连忙说道 这个红群女子眼看就要抱走 化灵敬九重的修为 根本不是灵霄此刻所能抵挡的 所以能够少一点麻烦 她也不愿意动手 长生门的弟子 你一路跟踪我到这里到底有何企图 我更加饶不得你 没想到红群女子脸上的怒气更盛 提剑就朝着灵霄追了过来 只是杀意明显减弱了许多 卧槽 灵霄心中像是有一万头草牛马奔腾而过 没想到自爆了家门 这个小妞更加的得理不饶人 认定了灵霄是心怀不轨 灵霄脚下一动 整个人飞速朝着后面掠去 拉里走 红群女子目光一闪 提剑追了上去 长生门的弟子 而且还会七星化月剑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化灵敬九重 看来她应该就是南宫轩的女儿 长生门的大师姐南宫秦了 灵霄一路朝着前方飞奔 心中也将红群女子的身份 拆了个八九成 七星化月剑乃是地级下屏武学 而且南宫秦的造诣明显不浅 弱是前世灵霄自然不在乎 但是如今她只有开迈进的修为 自然不可能是南宫秦的对手 打又打不过 那就只能跑路了 长生部虽然只是黄级上屏武学 但是长生部长生剑和长生拳 却是长生门的基础武学 若是能够三悟出长生意境 就能够发挥出极强的威力 对于这三种武学 灵霄自然已经烂熟于心 更是很轻易就三悟出了长生意境 她的长生步法施展到极楚 一步十几丈 潇洒而飘逸 如流云一般捉摸不定 很快就拉开了和南宫秦之间的距离 南宫秦原本还是一脸的羞怒 但是越追越是震惊 她一眼就看了出来 灵霄竟然领悟出了长生意境 长生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连她施展出玄级绝品武学 流云剑步都追不上 这到底是什么人 长生门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天才 你给我站住 南宫秦咬牙切齿的大喊 心中越发的好奇 想要弄清楚灵霄的来历 但是她这一喊 灵霄脚下更是不停 很快就拉开了两者的距离 变得只剩下了一个影子 逃出了山谷 混蛋 我一定会抓到你的 只要你还在长生门 你就逃不出姑奶奶的手掌心 南宫秦跺了跺脚 脸上露出了横横的神色 这才不甘心地停了下来 灵霄逃出了山谷 又朝着妖兽山脉中飞奔了几十里 这才停下来喘了一口气 好彪悍的小妞 不过这小妞的身材还真有料 还是尽快提升修为吧 否则要是被南宫秦打了一顿 我这个祖师爷还有什么脸面混下去 灵霄砸巴砸巴嘴 苦笑着摇了摇头 此刻 灵霄已经深入了妖兽山脉上百里 算是走出了外围区域 这里也变得更加安静了起来 但是灵霄却从周围的密林之中 感觉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危机感 到了这片区域 二阶妖兽都已经很常见了 还会有一些堪比划灵静的三阶妖兽出没 若是三阶出奇的妖兽 灵霄还勉强能够对付 但若是三阶中奇 后期甚至是三阶顶峰的妖兽出现 灵霄就只能跑路了 还好 南宫轩给的地图中显示 混元金莲火所在的区域离这里不远 只有几十里的路程 灵霄拿出地图 看了看四周的地形 朝着前方继续行去 吼 一声沉闷的嘶吼声从前方的山林中响起 灵霄耳朵一动 听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打斗之声 这是玄母赤蛇的气息 而且看气息 只有二阶妖兽左右 看来应该是幽蛇 灵霄的鼻子嗅了嗅 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玄母赤蛇并不是普通的妖兽 算是上古一种 成年的玄母赤蛇堪比王侯净强者 十分的可怕 最关键的是 玄母赤蛇体内的蛇丹乃是无上灵物 配合一些灵药可以炼制出玄母丹 玄母丹乃是极品灵丹 蕴藏着一丝玄母之气 能够将丹田扩大一致十倍 十分的珍贵 万年前 每一次的玄母丹出世都会被拍出天价 被各大家族和圣地所争抢 用来培养后辈天才弟子 正是因为玄母丹的珍贵 所以在万年之前玄母赤蛇几乎都要绝种了 没有想到玄霄今天竟然遇到了 这是天大的机缘 一定要得到 等我突破到真气境的时候 扶下玄母丹必定可以开避出最为完美的丹田汽海 玄霄目光灼灼 纵身朝着打斗声传来的地方掠去 第十八章玄母赤蛇 通龙 一棵巨大的古树被蓝腰轰断 枝叶纷飞 一条三丈长的赤色大蛇窜出来 巨大的蛇尾抽出 将一个黑衣青年抽飞了出去 黑衣青年遭受重创 猛然喷出了一口鲜血 气息变得无比萎靡了起来 赤色大蛇浑身满是奇异的纹落 头顶长着一个肉流 双目如血月一般 张着血盆大口吞来 大哥 不远处 一个憨厚的青年和一个身穿红裙的 俏丽女子眼睛顿时红了起来 大好了一声 无故一切地朝着赤色大蛇冲来 你们快走 不要管我 黑衣青年大好了一声 一咬牙站了起来 捡起地上的长剑 浑身先天真气爆发开来 猛然朝着赤色大蛇的眼睛刺来 这一剑充满了惨烈的气息 就算是磁瞎了赤色大蛇的眼睛 黑衣青年也是活不了了 赤色大蛇的毛子中竟然露出了一丝人性化的戏虐之色 然后口中一道赤光喷出 猛然急在了长剑之上 咔嚓 长剑竟然直接炸碎开来 黑衣青年的口中又是喷了一口鲜血 脸上露出了无比绝望的神色 轰 就在此时 一道刚猛无匹的全刚横空而来 若流星一般直接轰在了赤色大蛇的脑袋上 赤色大蛇惨思了一声 巨大的身体竟然被这一拳直接轰飞了十几丈 猛然将远处一块巨大的山石砸得粉碎 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 黑衣青年原本以为自己要死了 但没有想到紧要关头竟然来了救星 睁开眼睛看见面前是一个容貌清秀的少年 连忙抱拳道谢 多谢公子 看后青年和俏丽女子也都是满脸感激地朝着凌霄道谢 但是 当黑衣青年看出了灵霄的修为之后 不由得面色一变 连忙道 公子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这个孽婿虽然看起来只是二阶中旗妖兽 但是比二阶顶峰的妖兽都难对付 黑衣青年是真气静六重 憨后青年和俏丽女子都是真气静三重 他们三个加起来都不是玄母赤蛇的对手 灵霄看起来才开脉静九重的修为 也只能是白白送死而已 黑衣青年估计 想要杀了这条玄母赤蛇 只有化灵静的强者才能做到 已经晚了 灵霄唯唯一笑 这个时候玄母赤蛇已经站了起来 猙獰的舌头高昂 毛子血红 浑身都散发出一股冰冷的煞气 将灵霄四人完全锁定了起来 感觉到这股让人绝望的气势 黑衣青年三人的面色瞬间变得无比惨白了起来 这下完了这条赤色大蛇的速度极快 若是刚刚还有逃走的可能 这下我们恐怕都要葬身在蛇腹了 只是连累了公子 黑衣青年师魂落魄地说道 浑身战役全无 该死的 这条蛇腰怎么会如此恐怖 仅仅是二阶中旗妖兽 却有着堪比二阶顶峰妖兽的战力 看后青年也是一脸的不甘心 他可不是普通的蛇腰 不过若说葬身蛇腹 只怕这支涅血还没有那么好的胃口 灵霄淡淡地说道 眼神中陡然射出一道寒芒 轰 面对着玄母赤蛇 灵霄率先发动了攻击 他施展长身部 整个人若一道闪电 横空一拳朝着玄母赤蛇轰来 公子 不要 黑衣青年惊呼了一声 想要阻止灵霄已经是来不及了 脸上露出了无比焦急的神色 这赤色大蛇太厉害 只怕公子不是他的对手 不如我们一起上 将公子救下来 俏丽女子虽然面色苍白 但还是坚定地说道 好 等一下听我号令 我们一起出手 黑衣青年一咬牙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癫狂之色 浑身强大的战意开始散发开来 灵霄的攻击 玄母赤蛇仿佛已经是有了准备 口中猛然喷出一道黑色的光芒 腥气扑鼻 朝着灵霄射来 这是玄母赤蛇的毒液 若是被喷中 一时半刻就要化作浓水 不见得速度极快 眼看着就要射到灵霄的身上 只见灵霄神似不变 身形在虚空中猛然一折 竟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横空挪移了一仗 然后刚猛无匹的拳 盲落在了玄母赤蛇的身上 通龙 灵霄的这一拳 仿佛将虚空灯淋为了一体 爆发出了无比恐怖的力量 直接将玄母赤蛇轰飞了出去 灵霄的眼神中锋芒一闪 这一下的手 更是没有丝毫的停顿 一套小金刚全施展开来 刚猛而霸道 全盲璀璨 震动空气 在虚空中留下了倒倒残影 全都落在了玄母赤蛇的身上 打得玄母赤蛇惨思连连 轰 玄母赤蛇巨大的蛇尾拍落 灵霄十分轻松地就躲开了 一块巨大的山石被他抽得粉碎 玄母赤蛇像是发狂了一般 四处攻击 口中喷出毒液 蛇尾四处抽射 但却根本没有办法捕捉到灵霄的身影 通隆隆 大地战斗 四周的古树枝叶横飞 惊得黑衣青年三人一副目瞪口呆 这 这怎么可能 看后青年满脸的不可思议 公子只是开麦进九重 竟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 莫非公子是哪个大宗门的天才弟子不成 黑衣青年眼神中露出了无比激动的神色 原本担忧的心这才渐渐落了下来 大哥 他是我长生门的人 俏丽女子美目范彩 新生说道 什么 黑衣青年和憨厚青年都是神色一阵 露出了一股震惊之色 这位公子所修炼的乃是小金刚拳 玄疾上品武学 只有真传弟子才能够修炼 我曾经见过执法堂的邓雅林师兄实战过小金刚拳 不过论威力虽然比公子稍强 但精妙处却有所不如 俏丽女子出声解释道 真传弟子 但他只是开麦进的修为 怎么可能是真传弟子 而且长生门几十位真传弟子我们基本上都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公子啊 黑衣青年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之色 就在三人谈话间 玄武赤蛇在林霄的手中已经露出了败事 攻击也变得衰弱了下来 甚至血红的毛子中竟然露出了一丝惧怕之色 他仿佛知道林霄的可怕 竟然扭头就想要朝着密林深处逃窜 想走 还是给我留下吧 林霄脚下一阵 插在地上的半截段剑落在他的手中 然后一片璀璨的剑芒闪现 段剑若流星一般朝着玄武赤蛇而来 这一剑若天外飞仙 惊艳绝伦 让天地黯然失色 扑 一道血光闪现 段剑直接穿过了玄武赤蛇的脑袋 将它狠狠地钉在了远处的一棵大树之上 玄武赤蛇连叫都没有来得及叫一声 直接弃绝身亡 第十九章千年诸喊 那赤色大蛇就这么 死了 憨厚青年游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目瞪口呆 黑衣青年的眼神中也满是惊骇之色 看向林霄的目光中也露出了一丝敬畏 这种天赋简直是变态 已开迈进九重 斩杀堪比真气静九重的二阶顶峰妖兽 就算是长生门天赋最强的南宫秦 在开迈进的时候也没有过如此壮举 这个会小金刚拳的神秘少年 到底是什么人 大哥 刚才这位公子最后所施展的那一招 好像是长生剑法 俏丽女子眼神明亮地说道 长生剑法 怎么可能 黑衣青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置信 长生剑法只是基础武学 就算是修炼圆满也不过是皇级上品武学的威力 这位公子刚刚施展的那一招剑法 如天外流光 势不可挡 我看最少都是玄级上品 甚至是玄级绝品武学的威力 大哥 就是长生剑法 因为公子 修炼出了剑意 俏丽女子激动得满脸通红 但又是无比坚定地说道 剑意 黑衣青年和憨厚青年相视一眼 都已经惊呆地麻木了 毕竟今天受到的打击太大了 毕竟 那是属于绝顶天才的领域 一般人渴望而不可及 灵霄听到了三人的谈话 微微一笑 从刚刚出手救下三人 他就已经看出了这三人是长生门的弟子 否则的话 他完全可以等玄母赤石杀了三人之后 他再出手 敢问公子 可是长生门的弟子 俏丽女子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错 灵霄微微一笑 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真是长生门的弟子 师兄如此天赋应该是真传弟子吧 王师兄相救 我们三人感激不尽 这位是我大哥刘传雄 这位是我小弟谷中 妾身王涵 见过师兄 俏丽女子分别指着黑衣青年和憨厚青年道 三人的脸上都是惊喜之色 朝着灵霄行了衣礼 我叫灵霄 至于我的身份 等你们回到长生门一问便知 灵霄淡淡一笑 也没有过多解释 这条大蛇 我只需要蛇胆 其他东西对我都没有用 你们都可以拿去 王传雄一愣 连忙摆手道 若非师兄出手 我们三人早已经葬身蛇腹了 岂敢奢望这尊妖兽 这尊妖兽是师兄的猎物 我们愿意帮师兄抬回长生门去 灵霄仔细看了王传雄 谷中和王涵一眼 发现三人的眼神纯净 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 心中暗暗地点了点头 灵霄拿出一柄匕首 直接将玄母赤蛇的蛇腹破开 从其中取出了一颗金黄璀璨的蛇胆 不但没有丝毫的蛇腥味 而且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灵霄小心地将蛇胆放在一个玉盒中 然后收了起来 全母赤蛇你们带回去吧 我用不着 你们三个很不错 我关你们三人的修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若是想要突破 想要成为真传弟子 就去景色阁找我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灵霄淡淡地笑道 话语中的招揽之意表露无疑 王传雄三人 知道感恩 而且在宝物面前变现地让灵霄很满意 资质也不差 灵霄如今孤家寡人一个 就有了收服三人的意思 不过具体如何 还要看他们三人选择 王传雄三人也是一愣 听出了灵霄话中的意思 虽然灵霄天赋惊人 但毕竟才开脉进九重的修为 让他们三个就这么臣服 一时间还有些难以接受 多谢师兄后次 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王传雄恭敬地说道 灵霄点了点头 目光在三人的身上 扫了一圈 然后转身离去 大哥 刚刚灵霄师兄是想要收服我们 为什么你不答应 古中虽然憨厚 但也不傻 等到灵霄离开 他就有些疑惑地问道 王涵叹了一口气 解释道 大哥还是太谨慎了 若是我们刚刚立刻表示臣服 应该会在灵霄师兄的心中加分不少 不过大哥这样做也是对的 毕竟我们对他还不了解 王传雄也是点了点头道 没错 想要让我们臣服 仅仅是这些还不够 这位灵霄师兄的身份太神秘了 等我们回宗门打探一番再做决定 我们兄妹三人一路扶持到现在不容易 就算要投靠 也要投靠一个真正值得追随的人 三人商量了一会 就抬着巨大的玄母赤蛇离开了这里 得到玄母赤蛇的蛇胆 灵霄的心也算是落了下来 再也没有耽搁时间 一路朝着混元金莲火所在的方向而去 一路上虽然遇到了不少二阶甚至三阶的妖兽 但是灵霄全都小心地躲避了过去 毕竟得到混元金莲火才是当务之急 及格时辰后 当灵霄穿过这片密林 翻过一座山峰 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山谷中 这个山谷中大都是一些光秃秃的大石头 只有几十棵树木 看起来焦黑一片 没有树叶 只有光秃秃的树枝 但就是这么一个山谷 灵霄走进来之后 却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山谷之中的气温开始升高了起来 这是天地灵火的气息 灵霄的鼻子清秀 眼神亮了起来 不过天地灵火一般都有强大的妖兽守护 也不知道这里的妖兽是什么 灵霄心中暗暗想到 若是一个三阶出奇的妖兽 他还能对付 若是超过了三阶出奇 他也只能望风而逃了 灵霄小心翼翼地往山谷之中走去 脚步轻盈 没有发出一点响声 等他绕过一块巨大的侵蚀 悄悄朝着山谷深处看去的时候 灵霄的眼睛里猛然射出了一道金光 山谷深处 一个浑身通红 长满红色骨包 像神癞蛤蟆一样的妖兽趴在一块石头上 目光血红 张大嘴巴 头顶一朵宛如金色莲花一样的火焰 他在吞吐金莲花 一丝丝金色的雾碍被他吞入腹中 并且在四周弥漫阴晕 十分的奇妙 千年猪蛤 灵霄看到那的烂蛤蟆之后 顿时就认出了他的来历 而千年猪蛤吞吐的那朵金莲花 正是混元金莲火 第二十张虎口夺食 灵霄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猪蛤是一种十分奇异的妖兽 修炼十分缓慢 就像是眼前的这只千年猪蛤 也不过是三阶初期的妖兽 但是猪蛤乃是一种寻宝灵兽 可以查探大地山川 临时矿脉 天才地宝 古墓神藏 十分的神奇 更加上速度极快 三阶初期的千年猪蛤 就算是宗师镜的强者都很难抓住 这朵混元金莲火很显然已经成了千年猪蛤的副中物 千年猪蛤吞吐混元金莲火的纯粹原力来修炼 若是打草惊蛇 让千年猪蛤跑掉 再想要抓住它可就难了 想要抓住这只千年猪蛤 还要费点功夫 灵霄目光中精芒闪烁 缓缓退出了山谷 并混草 枯木果 迷菱花 灵霄在山谷周围 很轻易地就找到了几种它所需要的灵药 这几种灵药都是千年猪蛤最喜欢的 也是它的半生灵药 只要有千年猪蛤在的地方 都会有这几种灵药存在 灵霄又在离山谷不远的地方 找到了一小片沼泽地 鼓到了半上布下了一个陷阱 然后又将沼泽地恢复如初 最后 那几株灵药被灵霄以特殊的手法倒成药泥 然后烤干 制成了几根岸金色的熏香 万事俱备 就差千年猪蛤入蚌了 灵霄忽了一口气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期待之色 这几根岸金色的熏香 名为金龙贤被灵霄以特殊的手法炼制 对猪蛤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若是事情顺利 等到猪蛤进入到那片沼泽地 灵霄就能够将其生情 沼泽地距离山谷大概五里左右 灵霄将几根金龙贤均匀的埋在途中 然后全都点燃了起来 金龙贤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 闻之让人神清气爽 灵霄躲在沼泽地旁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金龙贤所在的方向 这一次 他不只要得到混元金莲火 还要抓住这只千年猪蛤 果然 半炷香之后 有动静了 远处 那只千年猪蛤出现了 他像是一道赤色的闪电 瞬间就将那一根金龙贤吞下 血红的毛子竟然露出了一丝人性化的陶醉之色 最后 他盯住了沼泽地中的那根金龙贤 金龙贤散发出奇异的清香 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仿佛对千年猪蛤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来了 灵霄心中暗道 眼睛更是一眨不眨 唰 一道残影闪过 千年猪蛤瞬间就冲到了沼泽地中央 然后长蛇一卷 就想要将那根金龙贤吞下去 就在此时 一变陡声 通龙 金龙贤猛然爆炸了开来 黑色的淤泥飞溅 全都浇在了千年猪蛤的身上 千年猪蛤浑身一个机灵 就想要逃走 但是已经晚了 淤泥之中 仿佛有许多细小的丝线 将千年猪蛤紧紧缠绕了起来 而且他越挣扎 缠绕的就越紧 轰 千年猪蛤仿佛怒了 口中猛然喷出了一股金色的火焰 周围的淤泥纷纷飘落下来 他身上的那些丝线 竟然也有一种要融化的迹象 不愧是千年猪蛤 本命真火当真恐怖 灵霄心中赞叹 确实不慌不忙 沼泽之中又飞出了一片黑色的藤网 直接将猪蛤笼罩在了其中 通龙 千年猪蛤彻底暴走了 一朵金色的莲花从他口中喷出 朝着四周的藤网上焚烧而去 尽管这藤网乃是灵霄 使用一种极其坚固的防火灵木制成 但是在混元金莲火的焚烧下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被破开 这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灵霄哈哈一笑 只差最后一步 千年猪蛤和混元金莲火 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嗖 又有几根黑色的藤网 从淤泥之中冲了出来 像是包饺子一般 将千年猪蛤牢牢束缚了起来 灵霄则是横空而来 手指上一点灵光闪烁 仿佛有无数的符纹闪烁 瞬间就将那朵混元金莲火拉扯而来 灵霄的这一手 乃是吞天秘术之中的收宝诀 从千年猪蛤的口中抢夺混元金莲火 瞬间就得手了 呱 千年猪蛤看到混元金莲火落到了灵霄的手中 双眼中满是怒火 口中大叫了一声 死死盯着灵霄 但是他越挣扎 背束缚得越紧 没有了混元金莲火 但靠他口中的火焰 根本没有办法破开黑腾 乖乖地臣服我 免得多受皮肉之苦 灵霄淡淡地说道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冷亡 千年猪蛤仿佛听懂了灵霄的话 眼神中的仇恨之色越发的浓郁 口中呱呱叫葛不停 咦 竟然是天地灵火 这下本少爷传大发了 就在此时 一道刺耳的声音忽然响起 从远处的密林之中 走出来几道人影 为首的是一个面容巨傲的少年 看起来十七八岁 面容俊俏 此刻盯着灵霄手中的混元金莲火 两眼发光 小子 乖乖地将你手中的天地灵火献给我 然后跪下来自断一臂 我可以饶你一命 少年的目光在混元金莲火上停了好一会 这才依依不舍地收回去 盯着灵霄冷傲地说道 你是什么人 这是要巧取豪躲了 灵霄怒急而笑 自己费了好大功夫才得到的混元金莲火 转眼就有人不开眼地撞了上来 小子 我们少爷乃是和欢宗妻长老的儿子马俊 若是事项的话就赶紧交上来 否则惹得我家少爷不高兴 你可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少年身旁的几个青年也都是傲气冲冲地看着灵霄道 他们都看出来了 灵霄只是开脉镜的修为 而他们都是真气静 全都是和欢宗的内门弟子 马俊更是达到了真气静九重 乃是和欢宗的天才 此次正是要寻找机缘踏入化灵镜 若是马俊炼化了这朵混元金莲火 说不定就可以凭此踏入到化灵镜 晋升为真传弟子 想到这里 马俊脸上的贪婪之色更浓了起来 和欢宗的弟子 灵霄微微一愣 和欢宗天魔殿和长生门一样 乃是方圆千里之内的三大宗门 和欢宗和天魔殿关系不错 平日里对长生门都有打压 杀了长生门的不少弟子 两宗的弟子遇到 几乎都会拔刀相向 这些年更是有越演越烈的迹象 只是长生门在三大宗门之中 实力垫底 有很多弟子都死在了和欢宗弟子的手中 灵霄的这一愣 看在和欢宗弟子的眼中 都以为是灵霄怕了 眼神中的巨傲之色更浓 小子 怕了吧 看你的气息 应该不是天魔殿的人 莫非是长生门的人 嘿嘿 少爷 抓了这小子回去和那些长生门的弟子一样当要奴 几位长老肯定很喜欢 那几个弟子都是不怀好意地笑道 那几个弟子是让我看到一等天空的 刀 三小子 熟